第1001章巨头陨落 亿万里疆域起伏 轰鸣 这是四海皆颤的画面 形似在开天辟地 什么是生命禁区 丰天域初始的画面 足以代表生命禁区的强大和鼎盛 这一预读属于丘明一脉 释放出一道道通天的光芒 璀璨赤裂 日月都湿色了 河山开始轰鸣 大道都崩开了 丰天域 强大道鼎盛 绽放出可怕的光芒 像是在君灵天下 它曾经是残缺宇宙 但是在封天域的掌控当中 久而久之被熬练成一格大域 残缺宇宙浓缩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宇宙格局 为封天域 封天域 禁止任何群族的强者入内 该族这一代最出色的强者 为丘明 这就是丘明的底气 横行天下的依靠 要不然凭什么让寒家讨好 让天竺一脉拉拢 甚至让宇宙中各大群族 年轻一代最强者争先结交 生命禁区就是生命禁区 这封天域神威阵势 当真是强盛到不可揣测的领域当中 一旦封天域显露在世间 硬生生压盖了亿万里之遥 细吞一个个生命大域 让茫茫无际的生灵都站立 自身都被封印住了 觉得要大祸临头 祖地的气息 丘明惊喜不已 他正在逃亡 现在他感应到了遥远地带 有他们祖地开启的宏伟波动 瞬间大笑道 我祖祖地开启了 哈哈哈哈 试问天下势力 谁与争锋 谁与争锋 他的笑声重新汇聚了强大的自信 且更为鼎盛了 甚至调转身子 重新驶向交战之地 赤风天域的气息 难道大道成的交战发生了大变 惊动了风天域 一个生命禁区彻底出事 这是大事件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惹得风天域山门打开 许多古老的群族世家都被风天域出事的波动给惊住了 甚至继而发现了风天域当中 冲出来十几道可怕的波动 这绝对是风天域当中一群老古董出山了 狂冲向大道成 以风天域的独特环境 本就是一套可怕的质保环境 完全可以短时间达至混沌废墟中的任何一个角落 唯独生命禁区除外 总之风天域中冲出来的强者 散发出惨烈的杀念 该族一向强势霸裂 谁与争锋 可而今祖地散发出十足印记真物 怎能让风天域的强者坐得住 不管是谁 都要进行灭族般的毁灭和打击 我风天域威严不可亵渎 生命禁区的地位也不容挑衅 这是血淋淋的现实 我族 横行一个个宇宙纪元 怕过谁 呵呵 谁敢惹我族 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是他们的言论 且传递出去 惊动了各大群族势力 让他们都惶恐了 发生了什么逆天大事 惹得风天域按耐不住心中的杀念 直接喊出来 看来大道成所属的大群要乱了 这是要进入神魔征法的流血状态中吗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而且大道成是道殿管辖的区域 道殿会不会插手进来 不好说 道殿底蕴可怕 不逊色风天域 但是也没有理会和风天域为敌 总之这一战不可避免 据说和苏延有关 难道苏延请动了该族大人物互道 天下势力极为清楚 一个生命禁区的能量到底有多强 光他们的祖地就足够恐怖 且风天域经过漫长岁月沉淀 浓缩了残缺宇宙的精华 光祖地常年都会诞生各种西式宝物 且风天域的环境特殊 可以确保这一族长盛不衰 甚至强者自封的岁月 也极其漫长和久远 曾经有群族有过记载 生命禁区当中 有强者可以熬过纪元大劫 活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 甚至说不定上个宇宙时代 风天域无敌的王者还活着 而另一个极其遥远的地域当中 道阴隆隆 同样传遍亿万里之遥 当然人们并不意外 因为这道音传递了一个 又一个宇宙时代 始终不会消散 若是真的溃散掉 这也说明道殿走向了衰败 这是属于道殿的管辖区域 覆盖上百大域 整个浩大地域 神圣庄严 时而有大道祥瑞诞生 紫气东来 浩浩荡荡过境 道殿的山门 也自当神圣道极致 风天域初始的波动 很明显被道殿珠墙捕捉到了 而且风天域冲出来的强者目的地 很明显是大道城方向 看来出大事了 风天域竟然山门打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道殿珠墙议论 有人出言道 大道城 为宇宙第一城 一旦发生太过恐怖的交锋 很可能让大道城龙脉受损 我道殿应该有强者进入大道城 维持大道城的安全 不错 理当如此 风天域就算是在霸道 也不会贸然和我道殿为敌 道殿充满了道教鼻祖气象 在这祖地当中 也有一个神秘的时空 雾气昭昭 竹林遍地 这就是一片仙境 美奂绝伦 云雾缭绕的世界中 隐约可以看到 一位白发如雪的女子 看起来年纪很大 浑身充满了岁月沧桑感 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月 但是这女子颜容精致 看不出丝毫的衰老 且她身段完美无缺 恶魔多姿 肌肤也雪白晶莹 如水般光泽透亮 她有一种仙道气息 与世长存 一双包含岁月沧桑的 名眸绽放紫霞 略为瞥了一眼风天域方向 且整个风天域都呈现在 她的瞳孔当中 隐隐破译了风天域的运转轨迹 随即她的眼眸遥望向大道城 一双眸子简直贯穿了古今未来 看到了史前老大哥 但是在她的眼眸中 史前老大哥的身影模糊一片 不真实 不存在 像是一片黑暗漩涡 也如同血色的漠视 根本无法烙印在她的眼睛中 这让她深深感叹 似乎曾经见过她 可为何我想不起来她到底是谁 难道是同道之人 可这不应该大道城 这片历代的净土之地 外界广袤的河山领海 都因为史前老大哥的惊世举动 而陷入了死疾当中 城内的修饰称口结舌 对于眼中的画面只有不可思议 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也有些人觉得眼睛要瞎掉了 看到了什么 秋名的护道者在站立 一位大能强者 高高在上的巨头 此刻却因为史前老大哥探过去的手掌 而开始颤抖 这也太离谱了 一代大能强者 已经是绝顶巨头 可是现在战战兢兢的 怎么会这样 老一辈的强者头皮发麻 有一种可怕的想法浮现在心头 惊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颤声道 难道这位 是一位绝顶大能 不可能 有人当场反驳 藏狱一族已经诞生了一位老首领 被外界誉为绝顶大能 但是该族怎会走出第二位绝顶大能 即便是天竺一脉这些霸主势力 也仅有一位巨无霸坐镇 可如果诞生两位 这简直要逆天 但是秋名护道者的样子 让他们觉得事实就是事实 对方极有可能是一位绝顶大能 吼 星空晃荡 日晨月坠 这是秋名护道者的份吼声 他竟然在恐惧 这让他对自己不满 愤怒 虽然说这是他本能的反应 可他堂堂大能强者 还是极其狂暴 难天星海都沉陷了 被他活生生吼碎 残破的大狱 流淌着亿万众混沌光芒 他在运转自身最强的战力 要抵挡史前老大哥可怕的手掌 可是任由他的力量在惊人 史前老大哥古铜色的剧长 无坚不摧 万劫不朽 似乎要压他万古诸天 毁灭十方宇宙 撕裂了漫天能量风暴 这让秋名的守护者都绝望了 怎么会这样 他的能量为何挡不住 为何挡不住 当史前老大哥的手掌 即将触碰到秋名护道者的时刻 他真的绝望到自身要走向死亡 因为生命精华要被压他 只不过在这紧要关头 他的事还绽放出神圣光芒 当中有一道烙印觉醒 化作一个拳头大的小人 蕴含着一种恐怖的不朽气息 充满了仙道波动 十足印记 秋名护道者狂喜 这是十足印记被惊醒 散发出不可测的能量 仿佛一种不朽的气息 笼罩了他扭曲不堪的肉身 他的眉心绽放神圣之光 一个拳头大的小人 矗立在当中 有一种主宰天下臣服的无上神威 仿若身化上苍 威势恐怖到了极致 似乎封天玉的始祖复生 一双都要穿透古镜未来的瞳孔睁开了 真的如同两大浓缩的宇宙 映照出来的光辉 都要封天绝地 再造乾坤 史前老大哥挥动的古铜色大手 强健有力 无坚不摧 崩塌了大能的玉场 隐约间 要钻住秋明护道者的身躯 但是他的身躯 争腾神圣之光 竟然抵住了史前老大哥的大手 史前老大哥出手 那可真是惊住了大能 宛若一个宏伟浩瀚的大世界压来 充满了万古朱天气势 大能都无法挣脱 逃离玉场 可是 秋明护道者眉心的拳头大小人发光 舒展四肢 似乎撑开了宇宙朱天 透出神圣的不朽之光 要重新竹宰整个世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界的人看不清 可是苏妍看得一清二楚 她的乾坤眼都要被刺瞎 秋明护道者的头颅散发出比大日还要璀璨一万倍的光芒 太过于震撼 充满了神话色彩 原本 苏妍还以为遇到了不可测的变局 可是大哥就是大哥 他的古铜色大手发光 五根手指 一根接着一根一动 每一根手指一动 都如同晴天巨柱在倒塌 那压他万古的力量 强势霸裂 绝势无匹 什么都挡不住他 甚至使前老大哥的瞳孔绽放冷光 这一刻他气势完全不同了 站在宇宙之巅 隐约间透出吼洞九天十地的可怕异象 要葬下整个宇宙 镇压一切 啊 秋明守护者背吼一声 最终他的身躯熬不住在战斗过程中炸开了 亿万里疆域都在战斗 烟红的血光 染红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大欲 这是巨头陨落的残酷变局 影响了茫茫宇宙 第1002章举世皆经 巨头陨落 血气滔滔 惨烈气息浩荡 却染疆域的画面 覆盖了一个又一个广袤大欲 天穷似乎在气血 弥漫着惨烈之极的凶器 滚滚荡漾 震动四海 涌向遥远之地 天地烟红 星海都被染红了 这是巨头陨落的征兆 大能逆天而行 但是这种巨头一旦陨落 会诞生可怕的异象 震惊天下 茫茫疆域 怀然滔天 大能陨落了 这事情太可怕 让一万生灵都站立 手脚不听使唤地开始哆嗦 曾经他们对大能封为天人 顶礼膜拜 但是今时今刻 一代大能强者 被史前老大哥的手掌 直接捏爆了 这是何等的凶残 简直足以称之为压盖世间 俯视万古诸天 光大能炸开之后 心腹而出的本命晶圆 比汪洋还要旺盛 冲向八荒石地 滋养的残破大玉都开始愈合 倒塌的山岳都重新汇聚 矗立在天地之间 锦绣河山 却涌现着悲惨气息 大能陨落 也会返璞天地 可惜这茫茫疆域 无任何生灵踪迹 唯有苏颜和竹岳在附近 一刹那间 两人肉身赤裂到极致 大能储藏的本命晶圆太旺盛了 但是对于史前老大哥无用 可是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求都求不来的无界晶圆 翁 竹岳的雪白机体绽放神灰 神圣庄严 他美得不可放物 如一位灵波仙子 飘飘若仙 在海量生命晶圆的冲击之下 竹岳的机体越发的赤胜 正在除去冲关神王的底蕴 轰然之间狂暴了一大截 这造化太惊人了 让竹岳气势恐怖 威压宇宙星海 隐隐约约间 他要走向未来 轰开神王大门 化作一位天之神王 站在绝颠之境 这一刻的竹岳 都积累了强大的王者底蕴 仿佛一位绝世女神王 背后异象滔天 有一颗颗宇宙大星运转排列 也有一轮轮明月高悬 映照天地乾坤 两种异象照相辉映 实则是一种异象 在释放到极致关头 日晨月悔 恐怖气息荡漾 它像是开辟了混沌星海 从绝颠中加以升华 要走向一个极致当中 不 天竹大能一直盘踞在附近 此刻它包含沧桑的眼睛 唯唯一缩 目光落在了竹岳身上 审视极眼面露金融 尼南着 看来我族的新月体 得到了不小的机遇 应该是被这位神秘的存在指点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既然我族新月体能被它指点 说明我族和它无仇怨 可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它的底蕴 再强盛一部分 那么借助这大能 陨落四溢的生命精血 完全可以轰开神王大门 有些可惜了 天竹大能心绪复杂 使前老大哥的出现 超出他的认知 这尊巨头横行天地 谁能挡得住他的盖带神威 但是他的出现 也打破了宇宙的规则 可不管怎么说 天竹大能对竹岳及其重视 毁灭和新生共存 演化出一种全新的道果 一旦竹岳踏入神王领域 断然有资格成为绝顶神王 随即 天竹大能的眼睛 落在了苏妍身上 她有些惊异 琢磨不透苏妍的情况 但是在她的瞳孔当中 苏妍仿若化作一颗天地其实 孕育一种可怕的道果 一旦觉醒 必将震惊天下 现在的苏妍 以羊体树 疯狂吞吸流淌在天地间的 大能晶圆 每一个呼吸 羊体树的积累就汹涌一劫 开玩笑这可是大能精华 被史前老大哥撕裂的秋名护道者 修道万古 道横高深莫测 她的本命精华 蕴含着种种不可思议的能量 但是羊体树极其霸道 躲天地造化 汇聚名山大川之根源之气 南瓜宇宙众生之本源之气 滋养己身 羊体 养命 总之苏妍的底蕴直线飙升 羊体树积累到一个极其逆天的程度 像是背负着一条龙脉而行 且又都有一种圆满的征兆 甚至在过程当中 苏妍神灵九重天能量汹涌起伏 在短短的及格呼吸 飙升到神灵九重天大圆满境界 总之能量彻底饱和 一丝一毫都无法再继续吸收了 这说明一个问题 苏妍无法继续成长了 她的战力已经达至了极限 但是天地间还飘散着浓郁的大能精华 怕是用不了斩茶功夫 这些精华会归于天地间 再也得不到了 当然这片大玉会变得极其了德 成为修行圣土 苏妍极其果断祭出虚空药田 当中栽种的几百株天才地宝奇刷刷发光 猛力吞吸大能精元 用着能量来培养宝药 传出去神王都肉疼的药命 可苏妍已经成长到极致了 反而逐月环在除去神王底蕴 肯定会直接攀登到绝颠领域 毕竟大能外泄的生命精华 足够神王接连突破促个小境界 甚至很可能站在巅峰境界 毕竟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修炼 而苏妍的虚空药田栽种的各式各样的奇药 茁壮成长 一个呼吸等于百年那么长久 总之实在是吓人 如果这些古药拿出去卖掉 价值肯定可以翻上一倍 可惜苏妍和竹月能力有限 无法截取更多的大能精华 只能眼睁睁看着 茫茫的生命精元和天地合为一体 至于躲藏在大稻城不敢露头的道殿老古董 真的很想杀人 如果不是得罪了史前老大哥 他直接跑出去狂吞 效果就算是最差 也能延寿百年啊 可是这大能精华 就这样浪费掉了 大能陨落了吗 极尽无声的大稻城内 有战斗的声音浮现 让全城的气氛更为浓重 许多呆滞的目光 看着大稻城外 渲染疆域的画面 疑似大能陨落 天地诞生的异象发生 他们在古籍上曾经看到过 但是在这里却看到了残酷的现实 朱强都难以置信 不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大能会被这么快轰杀掉 可是那染血的疆域 画面模糊不清 而有人低吼道 不可能 大能不会那么弱小的 即使是真的有战力悬殊 拼死抵挡 也能坚持一点时间 你们发现没有 交战之地 依旧有气息外泻 大战还在延续 城内有强者捕捉到了 源头方向 依旧散发着无上压迫感 可惜他们的实力不行 根本没有资格观望这一战 史前老大哥的古铜色大手 时刻发光 像是浓缩的宇宙 流淌着模糊的光芒 急尽于沸腾起来 这是苏妍和竹乐队是一眼 他们有些吃惊 丘明的护道者不是被史前老大哥给震死了吗 可是现在在针对谁 看史前老大哥冷酷的面孔 似乎遭遇的敌人比丘明护道者还要强大 他的整个古铜色大手似乎都燃烧起来 勾勒出一个诸天宇宙世界 掌中世界 借生借灭 如同在磨灭不朽物质 谁也看不到他掌中世界的画面 也看不到当中有一个拳头大的小人 像是执掌宇宙的苍天 是神威恐怖 对于任何亵渎者 唯有杀无赦 可惜他遭遇了史前老大哥这位蛮荒巨头 这个拳头大的小人在抗争中开始虚幻 吼 隐约间 由吼声震开了封印 从掌中直接中传出来 封天宇的始祖印记 似乎是该族的始祖显化 但是遭遇残酷镇压 发出一声声古老的语言 但是根本的不到回应 就这样他在无穷无尽的镇压中 这一道印记最终还是溃散了 此前老大哥的手掌钻井 他显得小心而又谨慎 确保将这一道所有的印记磨灭的一干二净 古铜色大手才松开 有一片晶莹的光点洒落在虚无当中 归于黑暗当中 大哥刚才是在磨灭大能源神吗 苏妍挠了挠头 有些想不通 不知道刚才史前老大哥在针对谁 世界恢复了宁静 有冷风袭来 吹散了漫天不少雪光 结束了吗 大道成安静的令人窒息 谁也不敢乱说一句话了 因为前方很可能发现 大能隐恨的惨烈大事件 这是将要轰动整个宇宙的血腥事件 虽然说 十几年前祖电大能陨落 可哪位大能的陨落也有意外成分 他乘坐的跨越星域的星空母阵发生了意外 遭遇了时空风暴入侵 深受重创 抵运大损 而后才被老首领给轰杀致死 可如同说 一位大能惨死在大道成附近 甚至未曾掀起多大的风暴 而且时间极其短暂 那么这就逆天了 现在的混沌废墟 接连震动 风天玉问世 大道成方向血光冲消汗 举世皆经的局势中 一个接着一个广袤大雨接连震动 那是一群什么人在跨越时空 是在追击强敌吗 还是要日行一万里去覆灭顶尖道统 太恐怖了 是一个群族的强者吗 众神战利 看到了气血横贯百万里的画面 这根本不是一道 足足十几位风天玉的大人物过境 血气滔滔 神能浩瀚 比在了天穷之巅 熊熊燃烧 实在是吓人 他们这是在跨越时空 所过之处 日月奇坠 短短的半炷香时间 风天玉冲出来十几道宇宙洪流 碾压的天穷隆隆作响 震动了宇宙万族 风天玉的做法很简单 以最高调的姿态 碾压任何胆敢挑衅风天玉的群族道统 杀无赦 第1003章风天玉的霸道 当覆盖大域的浓郁血光散去的时刻 大道城内所有的修饰 都浑身冰朗 城外的河山 唯有史前老大哥他们三个 其他地方的无人计 也不知道之前秋名护道者发狂之下 到底抹杀了多少生灵 整个大道城 死急死急的 所有的人大气都不敢喘 一个葛东目瞪口呆 对于眼前的画面 除了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 大能被斩杀了 最终有人战斗的声音喊了出来 引起滔天风暴 袭尖了整个大道城 城内所有的修饰在震撼中低吼 大能被强杀 甚至时间还不到半炷香 以为大能就隐恨了 这恐怖的大事件 让朱强站立 圣天战神他们都头皮发麻 如坠冰窟当中 这个疯子 有些人手脚发软 之前他们基于苏延掌握的仙道物质 想要暗中下手夺走质保物质 结果从一开始他们就错了 苏延招摇过是来到大道城 就是来坑人的 不管是大道站台的交锋 还是后续的一系列事宜 都是他主动暴露身份的 这让他们都胆寒 这也太凶残了 从一开始 苏延身边已经具备了 扼杀大能的底蕴 苏狠人 太狠了 一直以来我还以为苏延招摇过头 将自身陷入死地当中 谁能想得到 大能出手 都被打爆了 我看从一开始 苏狠人就是为了坑杀大能 而非一些小虾米 全场持续沸腾 风天玉的巨头陨落 这是血淋淋的现实 苏延硬生生坑死了一位大能强者 这是要举世揭颤的大事件 必将轰动浩瀚宇宙 藏域一族 又诞生了一位绝顶大能 组电有强者的脸色殷勤不定 虽然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准备参与进来 作为苏延的老对手 他们很清楚苏延既然胆敢主动泄露踪迹 且招摇过世 他绝对没安好心 现在事实清楚了 可是祖殿的人不会庆幸 心中则是涌动着寒气 如果藏域一族诞生两位绝顶大能 这事情就相当严重和吓人了 未来再想要歼灭藏域一族 可就难上加难了 大道城内 议论滔天 甚至有人在想 还有谁敢来这里送死 甚至会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这里会爆发绝顶大能的血拼 毕竟封天狱的损失那么大 他们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一旦绝顶大能杀来 必然是你死我活的血战 天知道要死多少人 或许大道城都会在他们血拼中崩裂 太强了 大道拍卖行中 康伯神王他们呼吸沉重 根本没想到史前老大哥可怕到这种程度 他们虽然知道大哥强大 但是绝对想不到 他可以撵死一位大能强者 甚至现在的史前老大哥 像是没事的人 这是血战一场 分明就不是 当有人关注苏妍 顿时脸黑了 不过对于苏狠人 他们也只能倒吸凉气 谁都想知道接下来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装模作样出城 大摇大摆镜等群雄杀来 一想到这些 诸多年轻一代强者苦笑连连 这也太狠了 坑死了这么多人 大能都被打爆了 此事传出去了不得了 未来还有几个群族胆敢去招惹他 现在苏妍正在满世界搜捕 还有一些镇台没能来得及收走 这9980一座镇台 皆是寒家最强底蕴 少一个都微能大损 虽然说镇台出现了损坏 但是苏妍毕竟精通齐门一脉秘术 未来等待他修行高深起来 完全可以将9980一座镇台修补过来 此镇 可以说完美呈现出齐门一脉镇到领域的超强能力 即便是损坏的镇台摆放好 可能诸灭神王强者甚至半步大能不见的可以挡得住 这可是寒家最强的镇足大沙镇 也是寒家祖上的八品大宗师号尽心血锻造而成的 镇成也汇聚天地大势之力镇压强敌 即便是大能都能抵抗住 如此大沙镇 价值岂能用金钱去衡量 即便是大镇有一定损坏 真的扔到拍卖会去竞拍 价值不会低于百万斤混沌保料 当然这东西苏妍可不会卖掉 等待他修补好 这是半步大能见了都要脸绿的沙镇 苏妍花费了些时间将所有的镇台都找到 做完这一切他并没有停下来 以天幕遥望四周空间寻找遗失在山川大地中的一宗至宝葫芦 在这里竹月的眼眸绽放神霞 他因为飘舞步履清零 来到一片杂草地 发现一个血色葫芦 苏妍连忙走来 血色葫芦苏妍极其重视 当时红袍老者打出来此宝 喊了一句请宝贝转身的话语 直接劈死了三大神王强者 这东西的价值极其惊人 虽然说不是大道圣兵 但是真的化作杀伐大器 威能也极其变态 血色葫芦看起来平平无奇 苏妍端亮了一会 尝试以能量驱动 却如同石沉大海 根本没有任何动静 请宝贝转身 苏妍对着血色葫芦叫嚷了一句 这东西很平静 如同一宗凡物 没有任何力量涌现 苏妍愕然 这东西到底怎么使用 才能打出那般功效 可惜那红袍老者在混乱中死亡 而且这至宝葫芦也只是爆发了一次神威 这老家伙临死之前将葫芦扔出去了 临死之前也不想留给敌人 现在倒是便宜了苏妍 可是她压根不会使用 这东西难道要特殊的咒语才行 等忙完了再研究研究 苏妍将血色葫芦郑重收起来 她觉得这玩意或许有一定 未能斩掉半部大能头颅 有机会请教请教史前老大哥 找到掌控此物的秘术 苏妍 奉天玉一位大能陨落 该族不会善罢甘休 竹岳眼中有一丝忧愁 清语 这一族可是极其神秘和惊人的 族内有不可揣测的底蕴 万万不可大意 文言 苏妍唯唯点头 竹岳让她见好就少 生命禁区能够俯视世间漫长岁月 肯定有他们无敌的根本 如果真的逼急了封天玉 将最强的底蕴释放出来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现在来说 史前老大哥霸裂出手 轰穿一位大能强者 已经震惊了天下 这对藏玉一族来说 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地步 未来在有群族势力针对藏玉一族 可要掂量掂量招惹两位 绝顶大能的严重后果 苏妍的目的是达到了 就怕 有人不想让我们走 苏妍在心中冷笑 如果封天玉持续来人 可就怪不得我们了 即使是他们封天玉想要拼命 也不是在现在 哼 可惜 秋明这个兔崽子跑了 要不然我打出去 寒家最强杀阵 足够困住秋明 苏妍有些惯惜 随即他和竹岳一同前往 来到史前老大哥身边 他身材高大 满头发似凌乱 之前的大战对于史前老大哥来说 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世间还有什么可以威胁到史前老大哥的心态 大哥我们走吧 苏妍问道 文言 史前老大哥的微微偏头 眸子落在了远方天地 一片古波不惊的空间中 苏妍愣了愣 难道还有人在暗中窥伺 大能都被轰爆了 谁还敢留在这里找不痛快 那片空间中 有一个影子若隐若现 仿佛虚无中的一道烙印 以天竺大能的实力 如果他想要隐藏起来 到点老古董都极难发现他的存在 当然史前老大哥除外 在天竺大能来到这里的时刻 已经被他观察到了 史前老大哥的目光固然平静 但是落在天竺大能身上 还是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和生命威胁 他有一种面对深渊 面对无量宇宙的心态 浩强 天竺大能深吸口气 他矗立在虚空中 对着史前老大哥躬身 传音道 道兄 我乃是你身边这丫头族内的长辈 这次前来也名无恶意 是特意前来赔罪的 史前老大哥收回目光 目视前方 苏妍犹豫不定 但是也不问 带着史前老大哥赶路 藏于空间中的天竺大能 几梁弯曲 有一种压了一座大山的趋势 他对自己不理不睬 也不予回应 天竺大能并没有恼怒 对方的确有这个姿态去俯视他 道兄 我族的五色战旗 天竺大能还是有些不甘心 五色战旗 乃是天竺一末的镇族至宝 也是位列第二的稀释之物 一旦丢失 对于他们群族的打击太大了 可天竺大能的口气相当温和 如果史前老大哥不给 他也不会再继续索要 现在的天竺一脉还惹不起这位神秘巨头 谁知道史前老大哥大秀一甩 苏小成拇指大的五色战旗 直接烙印在竹岳美星当中 竹岳争了争 随即他明白了 他觉得是该族的大能来了 藏在空间中 多谢道兄 天竺大能松了口气 对方并不贪婪五色战旗 这说明这东西对他的吸引力根本不够 如果大能真的想要一种宝物 甚至已经得手了 岂会归还 就这样 一行三人再一次踏上了路程 留下一群呆滞的人 他们就这样走了 秋明这一末的人呢 难道封天玉不准备出头了 一位大能惨死 该族如果坐视不理 这问题就大条了 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远方世界 距离这里还有十几个大域的方向 十几道精血贯穿大宇宙 和拢在一起 血气浩荡亿万里之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强者 跨越而行 且气势外泻 镇压大域 他们太霸道了 什么样的群族 才有这般底气 他们影响了数不清的人 绝对有不少闭关中被影响的走火入谋 万灵战力 这也太霸裂了 十几个大人物连位而来 横贯大域 气吞消汗 无视任何大域山门群族的规则 一路强势破关 这般神威 此等底气 震惊了世人 轰动了天下 当真是风采绝伦 封天玉当之无愧的霸主群族 一路横行无际 这是要叱咤天下 俯视诸天万族 第一千灵四章最强兵器 天竺大能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他也在心中长叹一口气 他也是天重奇才 年轻时候纵横同代无敌手 傲气凌云 他一生都没有服过软 面对任何强敌都敢一战 最终他杀出来了 走向了绝颠 俯视着天下 但是今时今刻 他服软了 甚至他都在想 如果说没有始祖之血显灵 告知他一些可怕的信息 他天竺大能以自身的战力 真的想合着为盖带人节切磋切磋 他天竺大能 矗立在宇宙众生之巅 俯视天下的霸王 和具天下强敌 虽然说他知道史前老大哥 强得离谱 但是天竺大能还真的想要尝试一下 最终天竺大能还是离去了 他知道封天欲来快来了 但是根本不用想也知道 这群人要倒霉了 如果封天欲执意动手 他们真的会踢到铁板上 死伤惨重 嗡 竹岳的眉心绽放神灰 流淌一缕缕五色神霞 碾压的虚空扭曲不堪 大道都在哀鸣 史前老大哥手段通天 早就抹除了五色战旗当中的大能精神印记 等于一件无主之宝 现在他将五色战旗打入竹岳的眉心当中 使得五色战旗和竹岳都要交融在一起 竹岳的眉心五色神霞四射 眉心当中的大道圣兵 缭绕着五重光滑 充满了压概宇宙一角的绝世威能 开玩笑这可是最顶级的大道圣兵 仅次于无上至宝 他的旗面以五种大能兽皮编织而成 此物一旦复苏到鼎盛状态 威压宇宙星海 被大能执掌足以在同代具备精神手段 现在这五色战旗打入了竹岳的精神印记 他的气息逐步转变 显得特别惊人 有一种模糊的圣威 有一种惊天地气鬼神的能量 亦有着威慑同代的滔天威压 这是得到了五色战旗的认可 苏盐吃惊了 这有些可怕了 如果竹岳掌握一宗最顶尖的大道圣兵 大能之下谁敢去招惹他 当然以竹岳的神力 极难将五色战旗的真实威能给打出来 只不过经过刚才大能生命精元的滋养 竹岳有把握在猝年的时间中 跨越到神王领域当中 一旦踏入这衣冠 若是再有五色战旗配合 那绝对是逆天的战力 甚至竹岳若是常年伴随五色战旗 也会得到大道圣兵的滋补 这对他的帮助巨大 好处不言而喻 毕竟可以时刻感悟大能的力量 谢谢大哥 竹岳的眼眸中透出喜色 他能够时刻体会到五色战旗的宏伟 对于他未来的修行路至关重要 都有把握将突破神王的路大大缩短 苏妍挠着头 史前老大哥很明显用不上大道圣兵 那么他从寒家强者手中夺走的大道剑胎 能否赏赐给自己 苏妍厚着脸皮想要问一问的时刻 发现史前老大哥横立不动 他深邃的瞳孔 在注视着前方一片广袤的大平原 隐约间倒映出其他的物质出来 大哥该不会还有什么敌人吧 苏妍的神态一寒 他不怕人来就怕来的人太少了 同时苏妍也清楚 今日他坑杀了这么多强者 一旦史前老大哥离开自己 那么绝对会有一匹匹强者前来找自己清算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何不再疯狂一下 打得他们疼了 胆寒了 该族大人物怕不会随意出手在针对自己 甚至这对藏狱一族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 苏妍的眼中冒着寒光 真希望封天欲来一群强者 只要可以重创一个生命禁区 这毕竟是足以记载于古史当中的血腥大事件 前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覆盖了半个大狱 之前交战过程中 史前老大哥发现了这大平原的不对劲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完好无损 甚至可以说纹丝不动 这让他重视 遥望中看到了一些物质 眼眸中有一丝金融一闪而逝 我知道这里是什么区域 逐月莲不生思 乌黑透亮的秀发垂落腰枝 体内有一种难以压制的圣威不断释放 看着大平原说道 这里应该是常年混沌塔出世的地带 混沌塔在这里出世 粗言动容 很久之前他就听说过混沌塔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混沌塔的地点就在这里 随即 逐月发现史前老大哥盯着这片大平原 一双瞳孔隐隐绽放奇异光束 似乎要将整个大平原都刺穿 将埋葬在地底深处的混沌塔给强行轰出来 大哥 这混沌塔 传说是史上最强的兵器 逐月的千千玉手微微紧握 连忙说道 他的出世时间还没有到 弱势强功很可能引来大麻烦 这宝物历代都没人可以强行收走 传闻有大能强行夺取混沌塔 但是被震死了 粗言呆滞 还有这种传说 这混沌塔到底有多强 难道超越了无上至宝不成 或者是 是无上至宝系列当中 最绝顶的至宝 轰 豁然之间 史前老大哥满头凌乱发丝舞动起来 一种凌冽气势蔓延 他的脚掌猛的踏地 一声巨响炸开 让整个大平原都剧烈摇晃起来 地动山摇的画面 史前老大哥的力道极其霸绝 踩他的地面发出轰鸣之音 传遍了整个大域 甚至远方矗立的大道城 都在史前老大哥的角力之下 细微地晃荡 乱天动地的画面 让群雄失色 纷纷看到了大平原仿若塌陷了 且整个大域都有一种随之四分五裂的征兆 大地方是混沌塔历代出没之地 有老一辈的强者惊呼道 混沌塔难道要出事了 这句话让北妖他们的眼睛泛红 混沌废墟中大名鼎鼎的传承之地 混沌塔之地 这个历代都无人得到的质保 留下了无尽的传说故事 如果混沌塔真的开启 轰动不雅于仙藏地 每个时代这质保横空问世时刻 会吸引满世界年轻奇才前来闯荡混沌塔 现在大平原在史前老大哥震动之下 战力不断 坚硬地面都崩出了乌黑大裂缝 这让竹月花容失色 这力道也太强了 难道史前老大哥可以强行镇压混沌塔不成 轰 一股恐怖波动蔓延 冲向苍穹 继而辐射八荒石地 苏妍浑身汗毛都倒树 崩开的乌黑大裂缝中 宛若一位沉睡纪元的太古生物在觉醒 散发的气息汹涌滔天 撞击的天地发出射人心魂的巨响 好恐怖 苏妍被惊住了 毕竟他距离源头尽在咫尺 乌黑大裂缝似乎浓缩的大深渊 涌现出崩塌星空的混沌气流 一众接着一众 崩碎天穷 这可是 足以亿万众混沌气流拔地而起 景象太恐怖了 甚至当中隐约之间 有诸天神魔虚影在显化 这是异常宏伟的气息释放 浩浩荡荡蔓延 席卷混沌废墟大地 蔓延整整上百大域 继而发出一声声巨响 震惊了天下 那是什么 处不清的强者战力 看到了混沌覆盖了一万里之遥 景象超出他们的认知 让他们发毛 有些人都匍匐战力 逐月目瞪口呆 使前老大哥的力量 让混沌塔封印之地裂开 这宗至宝提前出事了 有大人物神态骇人 看到覆盖宇宙星海的混沌气流 在围绕着一座至高无上的气物在转动 这气物仿若至高的神奇 挤满了天地星空 日月星斗在气物面前渺小的如同尘埃 这就是混沌塔 苏延心惊不已 因为它太伟暗了 不可一世 沉重的都要压它星域 毁灭宇宙一角 茫茫大域轰动一片 混沌塔竟然出事了 太突然和直接了 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混沌塔 存在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 例如宇宙当中的石塔 就和混沌塔有最直接的关系 有人说石塔皆是混沌塔孕育出来的 这每一座石塔也蕴含着混沌塔一部分传承 当然这传承和混沌塔比起来 有着天壤之别 根本无法去比较 而去闯荡混沌塔的通行令 必须需要石塔印记才可以 对于得到石塔印记 说难也不难 说容易也不容易 但是放眼浩瀚的宇宙 再加上混沌废墟当中 能够得到石塔印记的修饰 实在是太多了 宇宙之大 乾坤之广 难以估量 天地间的奇才 自然数都数不清 对于混沌塔的来历 各族强者一概不知 毕竟漫长岁月过去 谁也无法得到混沌塔的认可 将其带走 曾经有大能尝试过 可惜无一例外失败了 总之 漫长岁月过去 有人将混沌塔称之为 宇宙最强的兵器 可惜这兵器无人可以得到 要想得到混沌塔的认可 这是一个万古难题 这一世能否被人得到 也是一个未知数 史上最强的兵器 混沌塔 真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得到它 难倒了各大宇宙时代的主角 史上曾经出现了精彩绝艳的修饰 在混沌塔中接连破关 可最终还是失败 曾经道出一句话 混沌塔无人可以得到 或许这兵器已经逆天道 超出世人认知的程度当中 没想到这一世开启的那么突然 立刻通知下去 召集全族弟子 冲关混沌塔 各大地域轰动成片 即便是无法得到的史上最强兵器 可闯荡混沌塔 当真可以得到今天的好处 这东西真的得不到 苏颜眼红 这宗宝物太恐怖了 如果可以掌握混沌塔 怕是计出去都能压它一位大能强者 第1005章一触即发 古老的宝塔 宏大爵士 如同囊刮了一个宇宙 这座塔镇在这里 仿若镇住了宇宙乾坤 镇压了岁月和时间 弥漫出来的厚重气息 让一万生灵都发自内心的战斗 这是一座古仆的石塔 整体交织着各种奇异花纹 仿佛一张张先天大道图烙印在塔体之上 又如同诸天神魔盘坐在石塔当中 苏颜睁开乾坤眼观望 欲要窥伺石塔身躯之上隐藏的秘密 可是在观望过程当中 苏颜的乾坤眼都刺痛 如同窥伺到了亿万神魔 那浩瀚神威的一角 碾压的苏颜元神玉烈 天哪 苏颜骇然 他的双眼发黑 他可是修成了乾坤眼 但是以乾坤眼的强度 根本无法窥伺混沌塔身躯之上的秘密 总之这座塔太惊人了 似乎承载了诸天 弥漫着无上波动 压制了亿万生灵 恐怖到了极致 全场的人都疯狂了 史上最强的造化 混沌塔 再一次浮出水面 历代皆有爵士奇才闯关 虽然无人可以成功 可也会收获很多机遇和传承 总之混沌塔中走一走 即便是失败 那么也会有所收获 对他们的修行也有重大帮助 出现的太突然了 漫长岁月过去 也不知道谁能得到这被誉为史上最强兵器的混沌塔 等着吧 到时候宇宙中所有的年轻霸主都会冲进去 这混沌塔中 可是有正道神王之路 不错 即使是神王也会闯进去 根据我足古籍的记载 混沌塔当中 藏着金氏传承 若是掌握十之一二 那绝对是了不得的人节 甚至 曾经有人在混沌塔中顿悟 悟入大能领域 各地议论不断 这个宇宙时代 混沌塔还是首次浮出水面 有些传说还真够让人疯狂的 连大能之路在当中都能找得到 这混沌塔到底存在多强的道统 不过这很难 一个宇宙纪元 也不见得可以出现一位从混沌塔中挣到大能的强者 可即使是在混沌塔的帮助下踏入大能领域 也得不到这混沌塔 这才是重点 对于各大群族来说 如果可以执掌混沌塔 那真的是逆天了 有了这宗无敌的兵器 足以镇压该族气韵 漫长岁月而不衰败 冲啊 广袤的大狱 亿万里之遥 所有的群族 山门打开 召集弟子 冲刺混沌塔所在地狱 简直就是海纳百川 无尽其才呐喊连天 特别是混沌废墟的原居民 很清楚混沌塔的出现代表着什么 曾经他早救过绝顶神王 培养出诸天至尊 总之 这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 画面太壮观了 数不清的修士冲刺 混沌塔距离他们可是很遥远的 都担心耽误时间会错失最佳的进入时机 然而就在群雄疯狂 千万奇才呐喊的热闹场面当中 远方大地 精血滚滚 贯穿消汗 继而垂落下来 压盖了一个又一个 费涌不断的生命大狱 扑通 疯狂冲刺的修士奇刷刷瘫痪下来 他们瑟瑟发抖 内心涌出一缕惊距 当即有群族的大人物心生不满 这是谁这么霸道 气势外泄 威压整个大狱 不怕引起众怒吗 他原本想要站出来 大声斥责的时刻 接下来头皮发麻 结结巴巴的一句话都不敢再说了 哄 那不是一人 而是一股接着一股恐怖波动蔓延 如同星海炸开的毁灭气息 铺天盖地的 挤满了周边几十个大狱 十几位气息恐怖的巨龙 喷吐之间 一个又一个大狱 要走向尘峰当中 要走向封天绝地当中 全员止步 任何人 不可移动 有气息吓人的强者在怒喝 整体精血如一头头针龙腾空 成千上万的拔地而起 精血滔天 代表着他的强大和鼎盛 李是什么人 怎么那么霸道 有人气不过大叫 觉得这人太霸道了 这是要封锁生命大狱 即使是到店都没有那么霸道过 一群蝼蚁 当初 封天玉一位 接着一位气息残酷的强者 震怒之下 广袤的大狱都在起伏 汹涌烈天 至于开口说话的人 直接崩碎 炸成一团血雾 花 全场轰动成片 数不清的人狂怒 这也太霸道了 直接救下杀手 但是这十几位强者 气息越来越强大 甚至他们的气息 都要组合在一起 为压抑万里河山 封锁所有的生命大狱 有态度不友善的强者冷忧忧开口 封天玉要前去问罪 而等止步 尽等事情结束 宛若一卷冷风吹来 愤怒的情绪消散得一干二净 一个格老强者都发毛了 封天玉 生命禁区出事 杀出来十几位强者 要前去问罪 这底气 这姿态 这霸道的出行程序 当真让各大群族的强者说不出话来 不服不行 封天玉底蕴超绝 跨越而行 横行无际 完全无视各大地域的规则秩序 嚣张葛屁 当这群恐怖头子跨越远行 大狱沸腾 各地骂声不断 你就是仗着祖上辉煌霸占了一个残缺宇宙 奶奶的熊 珍惜望来一个神人 一巴掌拍死他们 封天玉一路横行 神威滔天 俯视宇宙万族 当真是霸裂到极致 也有人好奇 他们前去问罪 到底是什么人得罪了封天玉 甚至逼得封天玉杀出来十几位恐怖头子 当中绝对有大能坐镇 这是要对付什么人 阵容未免也太惊人了 也有胆大强者暗中尾随 想要一观真相 至于混沌塔这里 大道城群雄不敢出城 毕竟一位神人在混沌塔附近 他们一时间不敢冲进去 不对呀 大道城内 也有道殿强者皱眉 混沌塔根本没有到了出事时间 难道有人觉得 混沌塔提前浮现 或许和史前老大哥有关 当然即使是混沌塔提前出事 那么门户未曾开启 混沌塔和不出事也没有任何差别 通知我道殿强者 前来管控混沌塔 道殿有强者放话 历年历代 混沌塔的秩序皆有道殿掌管 那是因为 混沌塔孕育出的一座最恐怖的大道塔 在九远年代被道殿爵士奇才得道 从而导致 道殿有资格掌控混沌塔的一部分威能 这已经很可怕了 这也是道殿长胜不衰的一部分抵运 混沌塔 苏延望着这座越发清晰的宝塔 他隐约觉得 混沌塔有一种特殊的力量 在吸引着自己 苏延皱眉 曾经他闯过石塔 也得到过特殊的印记 但是现在他发现有一种特殊的印记在释放 这好像是北斗星塔的力量 这让苏延万分诧异 难道北斗星塔也算是石塔 北斗星塔可是北斗礁的第一至宝 可以勾动北斗本源之力 能够和大能进行对抗 难道北斗星塔也是混沌塔孕育出来的 粗言则舌 这东西到底变态到什么层次当中 又传承了多少岁月 维俄浩瀚的混沌塔 蒸腾着混沌光芒 它还没有到了初世的时代 一共四扇塔门紧闭 每一座塔门都宏伟的如同神魔巨山 压得人窒息 这座混沌塔 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层高 似乎只有一层 也像是九层 一般而言 宝塔皆是九层高 主要是混沌塔太为额了 耸入域外星空 根本就望不到尽头 日月星斗在混沌塔面前都渺小如尘埃呀 苏延以乾坤眼都望不到混沌塔的尽头 它到底有多高 古籍上也没有过记载 大哥您要干什么 接下来苏延争了争 发现史前老大哥 在向着混沌塔走去 他的眸子也一直注视着混沌塔 这为额的宝塔 在他的瞳孔中绽放 仿佛完美呈现出来 竹岳的玉手也树地紧握 史前老大哥该不会要强行打开混沌塔吧 这东西既然存在漫长岁月无人可以得到 必然有它的独特之处 甚至混沌塔 曾经正死过大能 它真的不希望史前老大哥乱来 如果真的引出灾难 怕是极难去应对 然而 这极尽无声的世界当中 豁然之间 席卷而来 一道接着一道 璀璨滔天的光芒 完全就是诸神下界 带着可怕的能量波动 铺天盖地地挤满整个大玉 什么人 大道城中诸强失色 这是谁这么霸道 跨玉而来 甚至不收敛自身的威势 直接威压大玉 这手段相当的霸裂 封天玉的人有些过头了吧 这里可我道殿管辖地盘 大道城内 许多道殿强者震怒 封天玉来人 他们已经知晓 可是对方这般强势登场 威压生命大玉 根本没把道殿放在心中 这是赤裸裸挑衅 这也彰显出封天玉的强大 他们前来问罪 带着焚事怒火而来 谁的面子也不给 浩瀚神威 挤满整个大玉 十几道骇人听闻的能量波动 持续威压 形成了天地崩坏的画面 封玉 所有人禁止离去 现在我封天玉接管此地 有气息恐怖的巨头俯视着整个大玉 弥漫着封天绝地的霸道气息 将整个大玉都封印住 大道城内哗然一片 谁也没想到是封天玉诸强杀来 看来大能陨落 已经彻底激怒了整个封天玉 要不然也不会杀出来十几个恐怖头子 你的耳朵聋了吗 封天玉的这些强者 神威震天 有人盯上了迈步走向混沌塔的史前老大哥 语气残酷道 任何人 禁止行动 否则杀无赦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第1006张封天玉之物 整个大道城中的居民 现在因为封天玉的到来 而人生鼎沸 这里可是强者汇聚之地 特别是因为先到物质风暴 引来了各大群族的强者 现在封天玉的到来 让全城轰动了 难道今天要爆发血腥的大事件 毕竟封天玉的一位大能 被史前老大哥被击毙了 这件事封天玉岂能善罢甘休 怕是真的会发生巅峰造极的血拼 封天玉的强势霸道 也让城中的强者失色 封印大狱 此等肆无忌惮的霸裂手段 对于许多人来说 他们还是平生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这就是生命禁区的强悍吗 但是原本人生顶飞的大稻城 现在因为封天玉强者的一句话 从而导致再导致整个大稻城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的确 很多人都傻了 目瞪口呆 即便是一群干火大洞的稻店老强者 准备站出来和封天玉的强者比划比划 甚至已经有稻店强者准备打开跨域传送阵 让稻店珠强前来 他们还真想和封天玉碰一碰 让他知道这天地之间 可不只是封天玉这个霸主群族 可这些老古董也因为封天玉强者的一举狂霸言论 一个个都实话了 不过这些老家伙也是定力十足 有人的喉咙滚动一下 说道 我看 还是先游着他们去吧 这事情我们到店就不要出头了吧 言之有理 不错不错 此言甚有道理 一群道店老古董纷纷点头 举双手赞成 一旁的康伯神王在心里诽谤 这些老家伙 心可真够黑的 还有封天玉的强者 根本就不知道该族大能被打爆的血腥事实 真是老受心弦命长 偏偏往铁板上撞 大道城内 许多人心惊肉跳 他们亲眼看到了 封天玉的一位大人物 在呵斥一位捏爆大能的神人 甚至还说他耳朵聋了 甚至是最后一次警告 一些人都要疯了 这些霸道的家伙 到底知不知道 哪位神人究竟是谁 知不知道你们全族的一位大能刚才被他捏爆了 至于现在封天玉的强者 却因为大道城内鸦雀无声的画面 而极其的得意 看到没有 这就是封天玉的神威 一旦爆出名号 让宇宙第一城 都要颤三颤 邱永峰长老在什么地方 有强者大声贺问 声音传遍了整个大狱 难道敌人已经被邱永峰长老给惊走了 我从这片大狱中 已经闻到了邱永峰长老熟悉的气息 大道城中一些人一脸的茫然 何人你们根本不知道 邱永峰这位大能 已经被史前老大哥被捏爆了 我等前来问罪 何人惹了我封天玉 又有人开口 声音震天动地 带着一缕无上神威 语气冰冷道 可有人站出来给我指证 上神王兵器三剑 声音很大 气势很可怖 十几位强者 气吞大玉 金血滔滔 且相互交融 形成了大玉轻浮的模糊画面 极远处尾随而来的观战者纷纷胆颤 看到大道城所在的大玉 无量金血浩荡 十几位封天玉的强者 似乎主宰了世界 他们如同一群至高神奇 俯视着整个大玉 世界在战斗 但是任由这声音再大 赏似再惊人 可一个回应之声也没有 最终 一位封天玉的恐怖头子 一双璀璨的毛子怒争 闪电斑落在了苏妍身上 贺问道 小辈 你可知道我族邱永峰长老去了什么地方 邱永峰是谁 苏妍笑呵呵说道 大能强者 这声音带着一种穿透力 撤响在苏妍的双耳当中 如九天惊雷撤响不休 足以振折强者灵魂 苏妍有些错愕道 哦 原来他叫邱永峰 我知道他 大到城内 一些人胆寒 眼睛死死兵的苏狠人 有人都吸了口凉气 这家伙现在还能沉得住气 你这小辈 胆子很大 竟敢直呼我族大能名讳 封天玉问话的强者 有些言语中透出不满 但是急于得到消息 再一次问道 罢了 我暂且不和你一般见识 他老人家去了什么地方 还有到底是谁 胆敢招惹我封天玉 你给我放心大胆说出来 有老夫给你撑腰 未来无人胆敢为难你 许多围观者双骨颤颤 都很想说 是他是他 就是他 哈哈 我说诸位前辈 这不是明摆的事 苏妍唯唯笑 呼吸着天地间的空气 陶醉道 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 大好河山当中 皆是邱永峰的气息 康伯神王只觉得几倍发凉 他很想说 你们赶紧走吧 知不知道惹毛了封天玉 到底会发生多大的灾难 说不定这方圆亿万里 都会变成流血之地 那是自然 封天玉问话的恐怖 头子一脸的巨傲 说道 我族大能 神威盖世 气势别说压盖一个大狱 骤然事实大狱又何妨 这满满一个大狱 皆是我族大能的气息 说明战况激烈 那是自然 苏妍点头说道 大能神威盖世 精血滚滚 补育天下 养成一方神圣净土 说正事 问话的人打断苏妍 以为她在大力吹捧邱永峰 不过她的言语道是和善 说道 你小子倒是有些意思 能成得住气 未来能成大事 说吧 告诉我 是谁激怒了我族 十几个封天玉强者 戏势外泻 威压大欲 且持续向着四面巴荒蔓延 防止有人逃脱 但是有人已经狐疑了 满世界邱永峰的大能气息 甚至和和山荣为一炉 这是什么情况 邱永峰为何早就这方神圣净土 我说过的话 你遗忘了吗 冷悠悠的声音豁然之间袭来 脾气很不好的一位封天玉恐怖头子怒了 一双冷酷的眼睛盯着史前老大哥 他还在继续迈步走向混沌塔 甚至他的话语刚落下 史前老大哥还在行走 你是什么人 脾气火爆的封天玉强者气息冷到了极致 整个大狱如同化作雪域国度 用冷冽的眸子看着是史前老大哥说道 我在对你说话 你竟敢不答 真是昏头了 大道城内许多人心脏受不了了 大口喘着粗气 手脚都发软 到店的一群人都哑口无言 近看事态发展 封天玉今日的做法太霸道了 他们都不想前去提醒 而康伯神王觉得 生命禁区霸道过头 该有人教训教训他们 让这群横行无忌的霸王也知道一句话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史前老大哥微微天头 一双绽放奇异光束的黑色瞳孔 盯上了接连呵斥他的封天玉强者 你还敢瞪我 外界的人难道遗忘了我封天玉 脾气火爆的强者气得鼻子都歪了 身躯迅速下沉 他身穿一身黄金长袍 神威浩荡整个大狱 且有不可测的能量席卷向史前老大哥 要镇压他 可是任由他的能量在惊人 史前老大哥依旧平静 甚至平静得如同万古深渊 这一刻 封天玉的强者目光都落在史前老大哥身上 这位身穿黄金长袍的老人脸色挂不住了 抬起大手轰向他 要给他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最好可以一巴掌轰成结灰 老兽心弦命长沉寂到极致的大道成哗然一片 许多人大声呼叫 瞪大眼珠子死死望着史前老大哥 没人看到他出手的动作 只是看到封天玉强者的手掌 即将触碰到史前老大哥的时刻 手掌直接军裂 甚至身穿黄金长袍的这位半部大能 无声无息地 走向了死亡 没人看到他到底是怎么陨落的 只是看到他的瞳孔失去了神采 虽然还保留巨傲姿态 但是他还是死了 甚至死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陨落的 不好 封天玉一共杀过来十三位强者 另外十二位强者脸色豁然间怒变 甚至当中有一位气息恐怖的巨头也双眸怒争 眼底有一丝骇然之色滑破 即使是他 都没有看清楚 史前老大哥到底是怎么下的手 可是一位半部大能 就这样死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这让他震怒之急 盯着史前老大哥怒吼道 你好狠的心 敢杀我封天玉强者 我不管你是谁 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咚 整个大狱都在战斗 直御炸开 一众众伟岸的气血之光藤月 交融在一起 形成轻覆万遇的能量源泉 遮天蔽日 让远方观战者都站立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封天玉在河道殿开战 也就在这时 一辆股战车隆隆而来 载着气势强大的秋明 重新回归这片大狱 苏妍 你死其将至 秋明的眼睛当场盯上了苏妍 一句话喝出 惊醒了封天玉珠强 特别是之前对苏妍问话的强者都要起风 来之前他们得到过一些情报 据说大道成一场风暴源头 是一个叫苏妍的小家伙引起的 可是刚才 苏妍竟然在这种情况中 和自己接连对话 让他情何以堪 通龙 十几位封天玉强者整体神光大圣 撕裂了漫天宇宙大星 这广袤的河山大地 都在战斗中开始塌裂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愤怒的火焰 诞生的弥天大祸 苏妍一脸心痛大叫 你们这些老家伙 大能的生命精华 刚养成了神圣净土 极其适合修行 可你们怎么一点都不珍惜 硬生生毁掉了秋永杰无私的贡献 实在是可恨 第1007章史前老大哥之怒 从这一刻开始 整个大狱速速战斗 十几道焚世气息轰然之间闪现而出 都要撕裂百万生灵的灵魂 这蔓延而出焚世之怒 汹涌咆哮 震散了漫天云朵 让一片片大好河山因此沉现 乌黑大裂缝蔓延出了很远很远 要出大事了 尾随而来的观战者都发毛了 丰天狱十几位强者大怒之下 散发出这般狂怒的力量 可想而知是太的严重性 绝对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惨烈事件 激怒了整个丰天狱来的强者 不可能也有丰天狱的强者发出一声句吼 吼碎了漫天星斗 他法力滔天 甚至还是秋永峰门下的弟子 修到已经有万年岁月了 起先他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整个大狱都是秋永峰的气息 他都猜测会不会是大能精血外泻 反普到宇宙环境当中 但是这个想法只不过一闪而逝 就被他直接否决了 可是现在苏妍在说 是秋永峰养成了神圣净土 这当真让风天狱诸强气的肺都要炸了 难道该族的大能强者 陨落了 那秋明差点没能站稳 秋永峰乃是他的护道者 一位大能陨落在这里 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不过秋明仔细回想 他头皮发麻 之前血染亿万里 异象惊世 虽然只是昙花一现 可是这古籍上记载的 大能隐恨的画面一模一样 既然史前老大哥他们完好无损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该族的大能隐恨了 啊 十几个强者接连怒笑 震天动地 这是极其害人的画面 如同十几座不朽神炉在燃烧 精血如海 滚滚浩荡 比住了天穷之巅 沸腾起来 他们都太强了 当是绝顶人物 大能不出谁与争锋 现在这里还是一位大能强者 他还能沉得住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史前老大哥 他很想知道邱永峰到底是怎么陨落了 此人到底又有多强 但是时间没有给了查问事实的机会 一个接着一个风天欲的强者竭尽所能复苏 站在最强状态 甚至有人直接祭出一口方天化戟 这宗至宝请客间燃烧起来 沉重到极致 碾压的大道都在哀鸣 虚空都崩出大裂缝 杀 封天欲的强者持着方天化戟 直接批向苏炎 要将其碾压成血雾 敢惹我封天欲 不管是谁 都要覆灭种族 斩断血脉 碾碎最后一滴血 也有老狮子般的强者分吼 背后法相称天 几倍都称开了心海 赤胜到极致 行似万古的骄阳横空 向着史前老大哥开始震杀 封天欲 真的要倒血没了 这下踢到铁板上了 生命禁区是无敌世间 但是总有不怕事的神人出手收拾他们 大道城内 朱强站立 他们根本不明真相 根本就不知道 邱永峰被史前老大哥 一巴掌给捏爆 这是血淋淋的事实 虽然现在封天欲杀来了大批强者 但是他们这批人又能有多强 只要不是绝顶大能动手 谁也不可能挡得住史前老大哥的爵士雄威 这下真的捅破天了 康伯神王都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此事一旦传开 必将轰动整个修炼界 甚至封天欲绝不会善罢甘休 以该族的强势和霸道 必然会杀来一批批老怪物 决定大能都会拎着该族最强至宝杀来 毕竟这事情如果不能一雪前耻 封天欲也失去了生命禁区这身份象征的荣耀 该族注定神威大姐 遗落千丈 轰隆隆 难天的沙伐 滚滚荡漾 沸腾不断 袭间了浩瀚大狱 震动四海 继而涌向更深远的区域 混沌匪墟当中大势不断 先有一次大能陨落异象诞生 后又封天欲霸裂跨越之势 现在又发生了 大道城所在大狱 沙光怒勇宇宙星海的恐怖世间 乱世要来了吗 有一些尾随的老怪物难难自语 有人胆敢进入生命禁区 足以说明他们不怕事 现在已经打起来了 封天欲来的强者 除了该族大能在压阵 其余的十一位强者各显神通 祭出了神兵杀器 替斩向史前老大哥和苏妍 甚至也有人在斩杀竹越 面对这般血腥格局 苏妍拉着竹越迅速来到史前老大哥身后 刚站在这里他们的心都放在肚子里面了 大哥在此 谁敢在这里耀武扬威 凶残道极致的杀局 十一位强者的杀法手段 挤满了天穷 覆盖而下 打向了史前老大哥 似乎 一而再的杀起 一而再的针对 惊怒了史前老大哥那颗沉眠漫长岁月的心灵 他哭急的瞳孔中 爆射出两道骇人的光芒 且他高大的古铜色身躯中 涌现着一种血腥气 那是一种可怕到极致的能量 要粉碎乾坤万道 急穿宇宙轮回 杀到世间无敌手 苏妍和竹越都心颤 他们还是头一次看到 史前老大哥发怒 他动了真怒 龙有逆龄处之必死 毫无疑问 接二连三的挑衅 激起了史前老大哥的凶器 苏妍似乎看到了 血流一万里 生命禁区都要打爆的未来画面 走一直沉寂的风天玉大能猛的一哆嗦 一声低沉的声音浮现 很快又是一声紧急大吼声浮现 快走 从这位大能的眼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他眼睛中有了一缕金句 他隐约间从史前老大哥 散发的血腥气当中 看到了万界流血 看到了朱天崩塌 看到了大势凋零 这些不可思议的画面 似乎从史前传递而来 显化在这一世 压迫的风天玉大能都战战赫赫的 竟然提不起和史前老大哥友谊战的底气 可惜十几位出手的强者 根本听不到风天玉大能的话语 因为在史前老大哥的瞳孔血量滔天的时刻 他们的眼睛已经被刺瞎了 在惶恐中只能爆发最强的一击 其实 风天玉的大能 这一句快走 并非对他们说的 这批强者损失了就损失了 未来还有时间去培养 但是秋明不能死 他是风天玉下一代要培养的大能强者 翁 秋明身边的空间被风天玉大能直接被吼碎 且他也激活了守护秋明的阵玉画卷力量 载着他远行 有多远逃多远 面对这种蛮荒巨龙 漫上一步 都无法逃出生天 现在走还有一线生机活下来 做完这一切 风天玉大能养天一声俱吼 战力全开 整个大玉都猛烈战斗起来 大能全力复苏 精血无量 气吞一万里之遥 他可以在极端的时间中 复苏体内无上法力之源 却勾动宇宙星空之力 截取宇宙一角 为他所有 他在这里开天辟地 坑土之间 一个接着一个生命大玉的生命之气都干枯掉 所有的能量都汇聚在他的双掌之中 他在演化封天玉的无上封印大树 这并非杀伐之力 只是一种防御力量 毫无疑问他要挡住史前老大哥 好为他争取逃回山门报信的时间 他很清楚这宗神人一旦发狂 他根本不可能直接逃走 必须要想办法阻挡 可是当他做完这一切 当世间汇聚的能量 已经恐怖到骇人听闻地步中的时刻 大能真的绝望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强者 雄霸世间 毛孔蒸腾而出的血腥气 击穿乾坤大帝 劈死了一位接着一位封天玉的大人物 世界染血 大道哀鸣 日月无光 那是一种无上天威复苏 随着史前老大哥散发杀念 所有的一切都浮在他的脚下战斗 不 封天玉的大能惊慌失措 他们到底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凶人 即便是一位绝顶大能 真的有这么凶残吗 他所演化出的封天绝地大树 根本挡不住这一位大步走来的高大身影 一切都炸开了 什么都不复存在 即使是披展在他身上的十几种大杀器 都支离破碎 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远方的围观者全面石化 覆盖大域的十几道精血 闪电般溃散 消失得一干二净 这是被干掉了 甚至竭尽所能 用最快速度复苏的一位大能 气息不稳 有老怪物惶恐不安 因为他察觉到一种红尾道 覆盖宇宙的波动在释放 这封天狱大能的气息 在史前老大哥的气息面前 显得非常渺小 有一种被深渊笼罩 吞噬的感觉 他觉得这是错觉 大能都竭尽所能复苏了 可是他到底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怎么可能一个照面被轰得残渣不胜 满世界都充满惶恐气息 什么情况 封天狱霸道过境的十几位强者 人在什么地方 为何一丝气息都不剩下了 甚至距离这里极其遥远的地狱当中 一万里疆域都被封天狱影响了 暗淡无光 在封天狱当中 有丧钟乍响了 整个群组警接着背后连天 因为他们发现 两位大能的灵魂灯熄灭了 十几位大人物也闪电斑破碎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谁在杀局坑杀封天狱强者 给我查 寄出通天宝镜 映照大道成 我要看到真相 看到事实 即使是他是绝顶大能 他也要跪在我封天狱面前匍匐战斗 封天狱的一群老祖站出来 一个个纷纷狂吼起来 两位大能陨落 这种损失 他们无法承受 一群活化石 红着眼经济出一宗 照耀宇宙星海的至宝镜子 映照出来的光辉 以恐怖的速度辐射到了 大道成这片血星滔天的大狱中 要窥似一角真相 只是这镜子 刚刚照耀在史前老大哥身上 悬在封天狱中的通天宝镜 直接崩坏了 掌握通天宝镜的几个活化石 也在绝望中死亡 吼 隐约之间 他们听到一声怒吼之音 看到一位无上霸王 在混沌中站了起来 隔了茫茫时空长河 传递而来杀鹰 要吼碎整个封天狱 似乎 他们触怒了上苍 要降下蔑视天罚 第1008章恐怖风暴 石破天经 一场汹涌的风暴 从混沌废墟当中 彻底炸响了 起先是突然出世的风天狱 浓缩的残缺宇宙形成的风天狱 散发着至高无上的神威 俯视诸天万族 霸掘一个又一个宇宙时代 横骨横墙 风天狱一旦问世 方圆亿万里都化作禁区 那可怕的阵风力量 影响了上百大狱 让亿万生灵都发毛 在风天狱问世的时代当中 诸多古老世家准备举足迁移 远行风天狱所在的地头 特别是风天狱问世 十几个恐怖头子接连问世 横跨大狱 完全就是肆无忌惮 如若再巡视他们的领土 一路跨狱最起码数千大狱 引起了大乱和恐慌 肯定是大事件发生 若不然怎会激怒风天狱这霸主群足呀 特别是十几位强者 气息外泻 威压大狱 一路横行 来到了大道城所在的大狱 这件事 轰动了天下 极短的时间中 传遍了混沌废墟 但是当那十几位风天狱的恐怖头子 在临近大道城 成片成片的精血波动 闪电般溃散的一干二净 包括竭尽所能复苏的一味大能 也湮灭了生命精华 派人听闻的消息 围观者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特别是风天狱所在的疆狱 广袤的河山大地摇颤 冲销的怒火翻腾 偌大的风天狱开始轰隆作响 如同战争之撤响不断 让一万里疆狱不平静 荡漾着蔑视之威 压迫的众生匍匐战斗 大事件的严重性加剧 后果难以想象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风天狱投射出一道璀璨的光辉 映照到大道城的时刻 一切都变了 世间诞生了惶恐 简直就是无边的海啸 席卷了广袤的混沌废墟 天哪 除不清的生灵战力 他们亲眼所见 至高无上的风天狱战斗起来 整个大狱仿佛被撕裂 有鲜红的血液溅起 染红了天狱 这狱是这强者陨落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让风天狱当中 竟有强者陨落 难道有可怕的群族在对风天狱下手 要抹除一个生命禁区 这件事太吓人了 生命禁区是何等宏伟 霸占残缺宇宙 横骨横墙 历代谁敢对生命禁区下手 但是今时今刻 他们亲眼所见 风天狱轰隆作响 欲要沉陷下去 从世间开始除名 甚至隐约间 广袤无垠的混沌废墟 这气势宏伟的大地当中 腾起一道气流 贯穿了宇宙之巅 仿若史前席卷而来的洪流 又如同无边混沌之巅 腾起来的一位无上霸主 从这一刻开始 古老的混沌废墟 在那些名山大川 修行古洞 海外神岛 甚至包括在禁区中 沉眠的生物 其刷刷的转醒 混沌大地 神魔乱舞 神哭鬼气 发生了什么事 神王都惶恐不安 他觉得混沌废墟 一下子可怕了万倍 太多沉眠的老怪物被惊醒了 且有一位接着一位大能 都从沉眠中归来 显然被惊住了 石破天经的画面 一时间 混沌废墟沉眠乱舞 景象滔天 天知道多少隐士强者站了起来 从而导致广袤的混沌废墟 充满了无上压迫感 亿万兆生灵都站立起来 头皮发麻 混沌废墟完全变了 气势和之前不同了 很可怕 像是进入了流血的时代 像是今日了最终的争霸岁月 这一切 皆是因为一个人 释放出的血腥气 而扰乱了混沌大地的宁静 让诸天万族 陷入慌乱当中 甚至但凡有群族当中 有超越神王战力的强者 同时兼下令 举足封印 无外出 事态太严重 发生了不可测的大变故 他们担心自己的族人 惹上不该惹的庞然大物 这绝无可能 古老的风天玉 还在速速摇颤 这威严到极致的大玉 染着血液 透出惨烈气息 也弥漫招慌乱情绪 多少年了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 多少个宇宙纪元过去了 谁能让风天玉诞生不安的情绪 该族横骨横强 霸占残缺宇宙 俯视宇宙万族 但是现在的风天玉 族内透出惶恐波动 这算什么 该族的大能兵器 通天宝镜崩开了 同时掌控通天宝镜的五大强者 全部隐恨 灵魂直接熄灭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亡的 风山 快 风山 我去呼唤始祖 我族很可能摊上大事了 他们群足地走出来一群老古董 杰斯底里咆哮 态度完全失控 失去了往日 高高在时的威仪 显得很惊恐 这时不可测的大事 建立在了风天玉地头上 他们连敌人都不知道是谁 结果对方好了一声 声音跨越数千大玉 穿透了风天玉最强的防守 吼死了该族五位长老 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 决定大能不可能做得到 甚至对方很可能杀来 风天玉党的助这宗神人嘛 这气息气息 隐约复苏 贯穿混沌大地 在袭杀谁 都有老怪物失色 好恐怖的巨头 疑似战力最强者发狂 法力滔天 贯穿无垠大地 这种神人为何还能出事 不符合常理 广袤的混沌废墟 因为史前老大哥的怒火 而陷入了一场狂风暴雨当中 毫无疑问的 万族轰动 巅峰群族都震撼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态 怎会引起这么汹涌的风暴出来 整个大道城都死急死急的 不可测的事件发生 让道店一群元老都战战兢兢的 史前老大哥到底有多强大 难道已经超越了大能不成 也就在这一刻 宏伟浩瀚的混沌废墟 沉寂在震撼当中的各大群族 各路老古董 在这一刻 纷纷汉毛倒树 天地再一次迎来了异殿 仿若九幽地府问世 释放出森冷到极致的契机 轰 某个大狱 刹那间崩开了 宇宙大道都四分五裂 这是一条乌黑大裂缝 贯穿了整个大狱 来得实在是突然 导致该大狱死伤惨重 大批的生灵隐恨 都有许多古城沉陷 酿成了惨祸 然而这并非一道 另一个遥远区域 同样有大裂缝闪现 似乎不存在世间 如若古今未来诞生的 时空古路浮现出来 这是 唯有手段通天的强者观望到了 特别是回归天竺一末的 天竺大能神态经变 以天眼关注 神态再一次聚变 茫茫无际的混沌废墟当中 各大方位当中 同时间闪现出时空大裂缝 也有悲惨气息冲消汗 死的人难以估量 这是一桩惨货 爆发得太突然了 整整十八道大裂缝 如同代表着十八众炼狱 涌现出滚滚蔽日的黑色雾霾 隐约之间覆盖了混沌大地 这势力 还在 天竺大能的拳头猛的一位 能让绝顶大能师太的群族势力 难以想象到底有多强 总之十八道裂缝 撕开了十八个大狱 喷泊而出滚滚的黑色洪流 淹没了宇宙乾坤 覆盖了宇宙星海 它们向着某个地狱 开始狂猛延伸 天穷阴沉 日月无光 大道都被压制得扭曲不堪 恐怖气息蔓延 如同无上魔主下界 那景象太吓人了 简直毁灭了一万里疆域 让一万生灵站立 它们觉得宇宙末日来了 大地陷入黑暗时代 天哪 那是什么 在追寻之前气息的源头 这是要爆发最强的征法了吗 茫茫的疆域都散发着惶恐气息 突如其来的格局让它们都发慌 恨不得对着源头方向顶礼膜拜 它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看到十八道裂缝迅速放大 沸腾出黑色洪流 瞬息间覆盖了天上地下 向着大道城区域飞涌而来 整个大道城都复苏了 道殿群雄如灵大敌 甚至瞬间传递消息 召集道殿强者立刻前来 这里很可能要爆发滔天大战 或许这一遇 甚至周边上百大遇 将会烟消云散 不可测的大事件 引起了大乱 阴阳路 苏严的脸色难看 这绝对是阴阳路 他们的势力竟然延伸到了这里 甚至他们在针对史前老大哥 这让苏严头皮发毛 难道是因为黑色纸张 而引起了阴阳路的追击 在史前老大哥气势释放 阴阳路找上门来了 面对史前老大哥这么凶残的气息 可阴阳路还是来了 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在苏严的心中 史前老大哥是无敌的 但是阴阳路也代表着未知和恐慌 好恐怖 大道成都摇摇欲坠 神王都胆寒 心中恐惧 觉得这十八种延伸而来的气息 要崩坏大道成 这种神威超出他们的认知 让各大群族的掌权者难以置信 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登场 杰杰亦有着冷笑声浮现 一条条黑色的古路 辐射而来 无边宏伟 像是化作了十八头黑暗巨龙 要所驻史前老大哥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封天狱 在即将封闭山门的封天狱当中 一群老古东脸色大变 该族几大老族都站出来审声道 这势力出现了 他们和我们有同一样的敌人 给我打出封天图 祭出我族无上至宝 将这个巨头给我集成 面对这般重大决定 封天狱一群老族 仅仅在几个呼吸时间中有了决定 未必他们一清二楚 他们不知道史前老大哥会不会找上门来 一旦找上门该族就危险了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决定 要联手阴阳路 集成一位无上巨头 第1009章全集封天狱 这究竟是什么极数的征法 粗狠人的护道者 到底有多强 怎会引起这么可怕的征法 众神在站立 整个广袤的世界都在抖动 波及了茫茫大狱 世界已然被黑暗遮掩 压抑的气息让无尽生灵都要跪地战斗 都不敢抬手观望 因为浩大的神威足以碾碎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只能去臣服 这是难以言喻的神威 无法想象的大战将要释放 粗大的黑暗涟漪已然席卷而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轰击的一个葛大狱战斗 有气血通天的生灵都被震裂了 这般狂霸的姿态 无敌的威势 比封天狱还要霸道 一时间 一个接着一个大狱 皆有最强的生灵陨落 有顶尖群族崩塌 有一座座宏伟的古城瓦解 总之世界乱了 再流血 再哀嚎 时代 如同要进入终极时代 要进行蔑视 无量浩劫 不过只是黑暗临时 路过各大地带形成的血腥事件 引发了上百群族的哭泣 族内最强者陨落 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悲痛 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群族问世 又到底是什么势力在发狂 为何要行下这般惨烈大事 难道就不怕惊怒群雄群起而攻吗 然而自从这势力浮出水面 自始至终 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强者站出来 他们终究还是太强大 血腥的一幕 激怒了史前老大哥 他满头凌乱的发丝舞动起来 高大的古铜色身躯 释放出一道可怕的光束 划破了宇宙星空 让这黑暗透亮 让这世间恢复了光明 节节 那阴冷的笑声再一次袭来 十八道大裂缝所涌出的风暴 比之前狂猛了一大节 黑暗当中 隐约间 有着一个个巨大的轮廓在显化 阴森诡异 散发的气息压概光明 当世界在一次断入黑暗当中 完全就是群魔乱舞 黑暗再一次主宰了大地 散发着猙獰和疯狂 淹没了宇宙星海 群魔呼啸 轰 无边大地摇动 整个混沌废墟似乎因此而战斗 大稻城都神光大胜 这座城的底蕴燃烧起来 包括道店所有老古董都爆发 加持大稻城的防御 可尽管大稻城复苏到鼎盛状态 也极难刺破黑暗 那茫茫黑暗过境 碾压的大稻城轰隆作响 这座城真的有大崩的趋势 吼 大稻城内 猪强都好了起来 他们很清楚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再不出手可就来不及了 黑暗过境 从而导致城内强者全部复苏 贯穿能量到大稻城当中 尽量维持这座城的防御 同样绝顶人物心惊胆寒 他们不过是被过境的黑暗能量影响 那么黑暗针对的源头 到底是多么惨烈的杀局 一切都模糊了 他们根本看不清交战之地 但是隐约间有人可以看到 那的高大的身影 始终如同晴天巨著 任由黑暗洪流在狂妄 他始终屹立不倒 这是多强的人节 人们不怀疑史前老大哥爆发之下 可以击穿整个大稻城 大哥 苏妍和竹岳担心无比 因为他们有史前老大哥能量的镇守 从而导致无恙 但是他们可以感觉到 即使是史前老大哥的能量 此刻也扭曲不堪 随时有暴碎的威胁 可想而知史前老大哥在面对什么 但是他始终如一 有气吞宇宙的风采 毛孔蒸腾出金血 不断撕裂黑暗 但是十八重黑暗之力 不断在破碎中重组 宛若真正的不朽物质 无法磨灭 无法打破 如果再持续下去 史前老大哥扛得住 这种爵士杀伐吗 轰 真是家具 简直就是宇宙之海 炸开了大堤坝 黑色洪流 再一次汹涌一大截 覆盖了宇宙星海 毁灭了广袤大域 十八重可怕的 洪流隐约药核 作为一体 演化出覆灭宇宙众生的 末日之首 当着能量隐约间显化 苏妍发现史前老大哥变了 他显得很吓人 毛子犀利的比天刀还要赤裂 那是一种木火在蔓延 废涌起来的时刻 如同推动万界的天谷在乍响 他的身形赤胜万倍 在黑暗中绽放 觉醒 最终的史前老大哥 就是一座不朽仙炉在燃烧 蒸腾着不灭光辉 散发出震折九天十地的爵士魄力 横扫天下 茫茫的黑暗都争干了 这是属于史前老大哥的不朽能量 隐生生焚裂了广袤的黑暗地狱 但是黑暗覆盖之地 最起码一万里之遥 此刻的史前老大哥 以一己之力 强开一个生命大欲的黑暗浩劫 甚至他体内有奇异的阴结浮现 似乎他在解开体内的封印 要一步接着一步 走向绝边 恢复到鼎盛时代的战力 隐约间 苏妍发现史前老大哥衰老了几分 可是他的气息也骚然之间 狂霸了一大劫 大道都在哀鸣 宇宙一脚都被压制得黯淡无光 他在复苏 他到底有多强 苏狠人到底请动了什么样的强者 大道城内 朱强胆寒 一种无形的浴场 从史前老大哥的身躯当中 浩浩荡荡蔓延 席间整个大狱 继而涌向周边大狱 有一种撑开大宇宙的无量神威 甚至这无形的浴场 在持续扩张 放大 以至于恐怖起来 史前老大哥的气势在变 无时无刻都在变 毫无疑问他遭遇了强敌 他在解开自身的封印 不断挖掘出体内埋葬的潜能 任由这黑暗再汹涌 也无法再逼近这片大鱼一寸疆土 甚至随着史前老大哥的气势释放 滚滚黑暗蒸干 迟早有一天 都要蒸干所有的黑暗能量 这一切都呈现在大道城朱强的眼中 各族的巨头都难以置信 这也太吓人了 这位神秘强者到底修行到了什么领域当中 但是对于外界的人来说 他们推测 大道城很可能覆灭了 宇宙第一城 很可能沦为结灰 即使是道殿想要过去之人 但是也无法打开传送大门跨越到大道城内 什么 星级万分的道殿漫天强者 此刻脸色惊变 有人洞察到了一种气息 在朝着大道城方向 无限逼近 最终他们看清楚了 那是一张图 可是这张图 如同宇宙一脚铺展开来 这天蔽日 覆盖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星域 屠戮之上 交织着亿万里璀璨仙横 征腾着不朽神威 散发出无上波动 奉天图 奉天域的强者到底想要干什么 道殿珠墙肝火大洞 大道城围在旦系 同时宇宙忠实之一二的年轻霸主也汇聚在大道城 如果大道城遭遇横祸 损失太大了 是整个修炼界的惨重损失 这宗无上之宝被封天域寄出 跨越广袤无垠的大地 距离大道城越来越近了 封天图 传闻此图一旦寄出 可封印宇宙一脚 乃是封天域的第一之宝 同样也是宇宙中赫赫有名的无上之宝 这张金色的屠鹿 恐怖到极致 缭绕着亿万缕不朽之光 最终他打了过来 也散发出可怕的意念 他们要覆灭史前老大哥 选择了和阴阳路联手 对抗这位无上巨头 不好 道殿珠强联手巨变 黑暗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让封天图冲了进去 很明显 在道殿强者的心目中 史前老大哥是目前唯一 可以制衡黑暗的盖世人杰 可一旦封天域参与进来 以封天域镇压史前老大哥 后果不堪设想 这帮混账东西 知不知道后果 他们承受得起吗 有道殿强者觉得 封天域的强者已经疯魔了 大道成崩塌 这后果谁能承受得起 他封天域难道就不怕 金木同样可以俯视 诸天万族的几大霸主群族吗 整个混沌废墟都乱了 祖殿各大群族坐不住 都有大能浮现 冲向目的地 祖天他们都在大道成 一旦大道成遭遇横祸 损失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该族会失去一个宇宙时代的辉煌 而失去的一个宇宙时代 也很可能让巅峰群族面临衰败 在世人的眼中 恐怖的黑暗之地 不断膨胀 宏伟还在持续变强 只不过谁也不知道 源头方向 因为一个身影 墙开黑暗 撑开了一片接着一片大玉 他仿若上苍 欲要主宰天地沉浮 神人出手了 在黑暗中的见光明的强者 纷纷低喉起来 他们都看到了一个身影 伟岸通天 越发的赤胜 他的脊背就仿佛万古青天 足以撑开黑暗祸乱 但是当史前老大哥的气息 可怕到足以摇动 整个黑暗的时刻 灰红的气息 突然之间在这里蔓延 一张黄金天图 刹那尖打了过来 覆盖了整个大玉 垂落下亿万众不朽光辉 涌向史前老大哥 当中抱涌而出 足够恐怖的封印能量 封天图 坏了这是无上至宝 决定大能遭遇了都要费尽心血抵挡的无上至宝 封天玉寄出此图 要针对神人 大道成朱强破口大骂 血腥浩劫来临 封天玉现在加剧浩劫惨重 不怕背上大因果吗 刹那间的光芒 封天图宏伟的气流 压制了史前老大哥 那被轰击出去的黑暗能量 在一次从飞勇的过程中 勿勇而来 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重新让黑暗占领了天地 轰隆 一声足以让万界轻浮的巨响炸开了 在全场战略的眼神中 黑暗发生了大爆炸 一个身影站了起来 满头雪白长发乱舞 他仰天一声俱吼 震开了宇宙轮回 这轻浮而下的封天图 刹那年被吼得在战斗中横飞出去 杀 他的双目透出可怕的杀念 浮现出万界都要崩坏的画面 此前老大哥体内的战血 已经燃烧起来 一双冷酷的瞳孔盯上了封天玉 他如一位无上霸王 威势恐怖无边 让整个混沌废墟都隐隐战斗 他站在大道城地狱 一拳头轰了出去 击穿了黑暗 绝世的拳头压着封天图 粉碎时空 横击到大地尽头 轰杀封天玉 第一千零一时章无敌 黑暗涌现 浩浩荡荡 覆盖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大玉 席卷混沌大地 这一天 又仿佛宇宙末日来临了 茫茫的黑暗疆域 起伏战斗 动荡不安 不断有生灵惨死 不断有大玉的最强者被击毙 这是弥天大祸 不知道源头 不知道敌人 总之这霸道绝伦的出行手段 震惊了天下强者 即使是到电短时间都束手无策 甚至封天玉也有封天图打出来 这宗无上至宝 盾入了黑暗当中 在搜捕无上巨头 配合阴阳路势力 联手共诛 轰 然而 一声巨响炸开了 轰开了黑色洪流 崩开了大堤坝 一切都是那么可怕和不可思议 再一次震惊了世人 漫天黑色洪流 覆盖了亿万里之遥 足以轻覆世间的盖世神威 却顷刻之间 崩溃瓦解 毁于一旦 天哪 众神胆寒 战力不断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吼 数不清的修士也嘶吼 从绝望中回神 在抗衡中得到了新生 骚然是 各大群族的巨头 都惊骇欲绝 这是什么样的威势 这是什么层次的战斗 又是什么样的战神 气吞亿万里 横扫黑暗洪流 轰击的黑暗世界炸开了 真的是 遥远的天竹一脉 该族举族轰动 且被积压带回群族的竹银彩 原本还不服气 为何要把自己打入黑暗 但是他无力抗争 这是天竹大能的命令 是天竹一脉至高无上的法旨 但是金石金刻 大到城方向 那覆盖了亿万里之遥的黑暗崩坏 一个恐怖的身影觉醒的时刻 竹银彩直接瘫痪在地上瑟瑟发抖 怕是就算是该族放他出去 他这一辈子都不敢出去了 那天竹大能 在混沌中 发出一声惊呼 对于史前老大哥还是低估了 应该是严重低估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生灵 那是上苍嘛 浩瀚混沌大地 茫茫无际的世界当中 各地沸腾滔天 数不清的强者失控大叫 即使是大能都坐不住了 瞳孔中绽放不可思议的眼神 终有一日 当时前老大哥爆发的时刻 震惊了天下 大到城内 原本打苏岩注意的修士 吓得双腿发软 直接在倒在地上 晕厥过去 粗狠人 有人失控叫嚷 他到底从什么地方搬出来的狠渣子 怪不得他不具天地群族的势力 连生命禁区都毫不在意 原来他的背后 站着一个恐怖的巨头 当他们在俯视着苏岩 却根本想不到 还有一个伟岸的巨头 将他们视作乙虫 师尊威武 康伯神王恨不得满世界宣扬 让他们知道自己和史前老大哥的关系 让他们知道自己被史前老大哥指点过 总之 康伯神王觉得 自身的大能路 破了 什么是强者 什么是神话 什么才是传奇 而今史前老大哥可怕的战力 完美阐述这一切 甚至已经达至了 让世人不敢相信的层次 有人都高呼 这是一位古地马 那无量精血蒸腾 伴随着怒血在燃烧 烧得覆盖一万里之遥的黑暗炸开了 他一拳头轰了出去 砸得无上至宝封天图横飞出去 这黑暗洪流 开始不受控制地 崩溃瓦解 这一拳 震惊了古今未来 却在持续爆发 汹涌 恐怖 以至于 贯穿了浩瀚的混沌大地 轰击向了 封天狱 这是禁忌存在 伟大禁忌存在 封天狱怕是要除名 有人大声咆哮着 眼中竟是狂热和疯狂 这是禁忌人物 纪元不出的超强者 伟岸道让大能都战斗的荒谷巨头 现如今强势霸决 毫无疑问 史前老大哥 这是被封天狱的做法给激怒了 这霸道的一拳 轰击得天穷崩开了 一条大裂缝 横贯而来 划破星海 冲击到了大地尽头 难道要封天狱要灭族 太恐怖了 一拳头打出去 轰击得封天狱也跟着倒飞 要砸向封天狱 封天狱扛得住这一拳头吗 不然 或许封天狱中 也有这种存在 然而有初识的老怪物 道出一句话 震惊了天下修士 难道这种可怕的巨头 生命禁缺当中也有沉眠者 可是这种仅仅只是存在 传说中的人物 为何不出山 难道还隐情 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 封山 快 气吞一万里的一拳 未曾打来的时刻 整个封天狱速速战斗 全族的人马惶恐不安 族内的老族都差点吓尿 他们真的觉得封天狱要被轰塌 可是他们群族老族的这句话 还没有说完 这一拳已然冲击而来 跨越了广袤的河山 冲击到了大地尽头 要崩坏一个生命禁区 通隆隆 巨响就这样炸开了 以残缺宇宙浓缩在一起的封天狱 猛烈摇颤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 曾经俯视宇宙万族的封天狱 速速发抖 大裂缝数不清开始蔓延 整个封天狱 如同破碎的镜子 要崩溃瓦解 不过这封天狱也足够可怕 不愧是残缺宇宙熬练而成的 自主发光 修补大裂缝 同时震荡出力量 抵挡史前老大哥的拳头 但是封天狱还是挡不住这一拳 轰 最终的封天狱在剧烈到极致时刻 崩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那无上气息弥漫 足以蒸干星海 漫天的日月星斗都炸开 一颗颗太阳都四分五裂 史前老大哥这一拳 恐怖无边 这个封天狱的神圣净土 河山崩塌 灵全干枯 精气溃散的一干二净 世界迎来了毁灭 无上的气势怒勇而来 任由封天狱当中掀开的底蕴有多强 始终挡不住这粉碎一切的能量 在冲击的过程中 成偏的封天狱强者 连惨叫的声音还没有浮现出来 他们的灵魂直接就熄灭了 该族的老祖又能如何 一个个战斗 哀嚎 痛苦到极致 他们也极难熬得住 这一刻封天狱的周强明白了 他们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如果对方打上门来 那么整个封天狱都会烟消云散 什么底蕴 什么巅峰群族 在这宗神人面前 根本不够看 这一拳 直接击穿了封天狱的祖庭 打得封天狱内 将欲毁灭过半 大批的强者死亡 群族的底蕴 闪电般衰败了一大截 有巨头都在绝望中炸开 杀又有模糊的声音传递而来 那的无上霸主 欲要挥动第二拳 将封天狱覆灭的一干二净 扑通 封天狱全族所有还活着的强者 跪在地上 对着史前老大哥叩手 嚎啕大哭 哀嚎不断 饶命之词频繁炸开 想要得到史前老大哥的宽恕 想让他怀着仁慈之心 停止杀罚 因为再来一拳 封天狱绝对会崩坏 一个不朽的生命禁区 会彻底除名 有封天狱老祖的头都磕破了 还在不要命地对着史前老大哥叩手 前辈饶命 宽恕我等无知 前辈饶命 宽恕我足罪过 他们真的被吓住了 脸都白了 瑟瑟发抖 有的人尿了一裤子 他们很清楚 一旦史前老大哥再一次杀来 那么封天狱烟消云散 什么种族荣耀都不在乎了 唯有活下去 可史前老大哥冷酷无情 霸主之威不可泄毒 封天狱激怒了史前老大哥 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 他的气势再一次释放 觉醒 蔓延 甚至更为可怖 欲要挥动出第二集 将整个封天狱抹杀的一干二净 可是 原本破碎的黑暗 猛然之间开始重组 通龙 十八道大裂缝迅速放大 扩张 如同十八重地狱诞生 喷涌出滔天黑色雾霾 充满挤满了宇宙星海 甚至那黑暗当中 诞生了数不清的秩序之光 隐约之间 显化出一个巨大的黑暗天书 要毁灭人世间 奉天绝地的无上手段 将广袤的疆域化作炼狱之地 要将史前老大哥无穷汹涌的生命之源 给强行镇压住 不好 苏严的脸色凝重 要出大事了 阴阳路深知到史前老大哥的强大 但是第二次竟然还毫不忌惮重组了 这足够说明阴阳路的强大程度 有不可测的底蕴在寄出 可是史前老大哥越战越勇 气势越来越凶狂 他的瞳孔写满了犀利 势烈的光束喷勃 映照的时间都化作了白昼 广袤的黑暗再一次在模糊中即将熄灭 沙 史前老大哥的大吼之音最终乍响了 重组的黑暗再一次迎来了崩溃 模糊的天书都被吼得千疮百孔 史前老大哥 强悍倒灭是 浑身散透出一种天威 直冲仙穷都要贯穿救天使地 什么上仓 什么神魔 什么禁忌 宇宙都要扶在他脚下战斗 任何威胁都要一拳粉碎 这就是史前老大哥的无上姿态 霸绝万古 傲视宇宙轮回 称霸一个又一个时代 横扫岁月无敌 只不过 当史前老大哥的气息狂暴到这一领域的时刻 宇宙最终还是迎来了变故 隐约之间 茫茫的混沌废墟大地 宏伟的世界当中 有璀璨的光炸线 这光束 竟然让整个混沌废墟大地 都灿烂起来了 那是什么 宇宙变了 很可怕 而且来得太突然了 散发着微压一步步宇宙古史的能量 一股极度压抑的气息也席卷来了 压得群雄难受得要命 第10011章大变天 变天了 广袤的混沌废墟 缓缓阴沉下来 这是一种狂风暴雨来临的征兆 但是波及的范围太远了 世人心惊 甚至很快 这阴暗的世界 涌现出一种极度压抑的气息 让众神都站立 觉得宇宙末日要来临了 天穷之上的日月星斗 显得极为璀璨 从这一刻开始 数不清的强者出关 用凝重的目光遥望天穷 接下来一个个惊骇欲绝 即使是各大群族的巨头 都手脚冰朗 觉得宇宙要磨灭他们 大能可威压宇宙一角 神威盖世 但是现在的格局是什么 广袤的混沌废墟 宏伟无边的宇宙 如同有了生命在复活 一片片星海 一片片星空 一颗颗明月 一颗颗大星 竟然自主发光 璀璨到极致 轰 刹那间的光辉 世界迎来了大变天 灿烂的光芒赤盛 无边的星海连为一体 宇宙恢复了生命 改变了气息 散发出禁忌气息 整个混沌废墟大地 都在战斗 如同被宇宙被压塌了 世界 完全陷入了黑暗当中 似乎要进行一场轮回 黑暗天罚 全场爆发了大地震 那是恐怖的天罚能量 这种天罚并非以闪电形态出示 而是一种可怕的秩序 法则 影响了很远很远 似乎随着天罚降临 半数的混沌废墟大地 将要毁于一旦 而这一切 则是在针对史前老大哥 这一刻是他 如同在背负宇宙 整个人释放的气息 都在飞涌 有一种炸开的趋势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席卷而来 都要达到史前老大哥 压垮竞技 真的是难以置信 赶紧走 逐月变色了 拉着苏颜鹤道 快跟我走 大哥是竞技人物 他的气息外泻 宇宙会将其磨灭掉 大哥现在顾不上我们 赶紧给我走 快 天罚 大哥的实力 引起了宇宙的不满 要毁灭逆天强者 这难道就是 禁忌的含义 宇宙不允许这种巨头出世 这就是世界变了 环境改变的根源 难道一切问题 都源自于宇宙 苏颜的神情都紧张起来 宇宙要制裁史前老大哥 恒古以来 什么存在能和宇宙对抗 大能虽说可以压制宇宙一脚 可如果真的面对浩瀚的宇宙 真的只有绝望了 当着天罚真的浮现 到殿上下的强者都惶恐不安 族内大人物窒息的要命 手脚冰冷 有人失控到 要发生大事件了 一旦天罚落地 众生将死 世界会走向灭绝 天道无情 谁也逃不掉 到殿大能都倒吸凉气 谁也管不了 谁也影响不了宇宙 甚至有到殿强者直接下令 快举足迁移 远离混沌废墟 立刻行动 若不然我到殿基业 将要毁于一旦 到殿内部 所有的弟子都惶恐 事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层次了 穷霸混沌废墟的到殿 都避免不了灾难 要举足迁移 这到底是多严重的后果 禁忌遭劫 他们也要跟着受难 已经严重到了 可以威胁整个混沌废墟 生死存在的惨烈大事 甚至到殿一群大人物 根本就不知道 这劫难到底会可怕到 什么领域当中 即使是被补给 各大群族都会损失惨重 还不如先行撤走 等待劫难散去再回归 轰 赤胜的光芒 从宇宙中开始闪现了 不是一重 而是亿万万重 整个天地都摇颤起来 整个混沌废墟都直欲崩溃 仿若亿万重宇宙之力 跨越古今未来 使向这一界 要覆灭史前老大哥 啊 通然之间 就在亿万兆生灵站立中 一声巨吼炸开了 那是一个被压制的身影 猛的神光大圣 带着不朽之光 由远而近 似乎站立在 亿万兆生灵的面前 扑通 数不清的人顶礼膜拜 史前老大哥太可怕了 似乎生化亿万 守护着整个混沌废墟 守护着无尽生灵 他的威势也越来越凶狂 即便是背负大宇宙的镇压 史前老大哥依旧霸道绝伦 龙行虎步 踩着宇宙大道而行 震出一道世人难以想象的大裂缝 横断了天地 这是何等恐怖的魄力 让这天和地分割 强行让宇宙天法改道 大哥 当心啊 粗言大叫 因为史前老大哥远行了 他就像是一颗大地心 冲向了宇宙之巅 横击到了宇宙尽头 顿入了茫茫的混沌当中 消失在世人的眼中 他要在一个遥远到无人可以追溯之地渡劫 承受宇宙的镇压 不会让众生跟着他受难 那个世人眼中的霸主 身影越来越模糊了 到殿珠墙 狠狠松了口气 这尊神人顾忌天下苍生 强行改到了宇宙天法 因为他很清楚 一旦这种天法打下来 混沌废墟会上百大鱼都会崩坏 甚至会持续很远很远 这种损失和因果 使前老大哥都难以去背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能告诉我 还有很多人蒙在鼓里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为何会突然变天 没人可以回答他 太多的人不知道内情 这一切风暴 便是从大道城开始 沸沸扬扬的 向着整个混沌废墟开始扩散 一夜之间 简直是海啸轰击了九重天 横扫了整个混沌废墟 震惊了天下人 开什么玩笑 风天狱差点被打爆 那可是生命禁区 你竟敢诋毁风天狱 你的脑子进水了 不怕风天狱找你算账 是真的 风天狱真的被轰成一个大窟窿 风天狱触怒了禁忌 使得禁忌狂怒之下 差点生死了整个风天狱 许多人根本不相信 风天狱塌裂一脚的残酷事实 但是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 引发了大地震 让万族强者站立 这件事的影响太恐怖了 一切根源 借由苏狠人开始 寒家损失惨重 天狱一脉顶尖大道圣兵给夺走 风天狱两位大能隐恨 具备神话色彩的大事件 血腥而又猙獰 传遍了整个混沌废墟 但是任由这消息沸腾的在猛烈 寒家沉默 天狱一脉沉默 没有任何回应 这件事有些惊人 关于禁忌的事件流传而出 引起万族惶恐 一夜之间有消息传来 有一个领域比大能还要可怕 而苏狠人搬出来的靠山 就是禁忌 坑杀了太多的强者 石破天惊亚 万族哗然 以至于轰动 大道战台一战 苏延轰爆了小宗师 威名远波 各路奇才纷纷冲向大道城 这变局从这里也就开始了 可以说天翻地覆的 一个生命禁区都被击穿一个大窟窿 该族的祖庭都险些被横扫 总之风天狱的损失太惨重了 彼韵衰败了一大截 若非有宇宙天罚诞生 那么风天狱肯定会从世间除名 禁忌 一个陌生的词语 让全宇宙都不平静 更有一则消息传出 多年前混沌废墟之变 就是这位禁忌暗中下的手 他很可能是藏狱一族还在时的一位始祖 天哪 一切根源 皆有苏疯子引出来的 这是天大的浩劫 风天狱被打的底蕴大损 我现在都不敢去相信 大道城发生的事情 可惜我们没有亲眼去目睹 真是人生一大憨事 单纯一个生命禁区险些除名 这件事已经让各大群族的掌权者站立了 苏延纷纷被他们列为不可惹的人物 但是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面前 各大群族都不敢妄动 不会轻易下结论 寒家 风天狱 天竺一脉 臣级的要命 其实天竺一脉完全可以站出来说句话 毕竟该族的五色战旗落在了竹岳手中 但是天竺大能传下法旨 对于这件事 到此为止 不要再继续深究下去了 苏延 你跟我回归天竺一脉 竹岳犹豫了很长时间 才开口说道 之前我族天竺老祖都来了 和大哥见了一面 你现在跟我回归家族才是最安全的 我担心有人对你下手 甚至风天狱也不见得会有好下场 此话怎讲 苏延也焦急不安 如果史前老大哥因此遭结 这当中的后果他难以承受 这是他引来的杀局 可是没想到阴阳路突然横插一杠子 让史前老大哥暴露了实力 宇宙要杀史前老大哥 大哥扛得住吗 苏延不知道 他时而遥望宇宙 但是史前老大哥对抗天法的路程 距离这里太遥远了 不是苏延可以洞察到的 只能干着急 李根本不知道生命禁区的诱惑力 丰天玉也长存百万年 是历代争霸的大赢家之一 竹岳青生说道 该族的底蕴 不可测 单凭一个秋名 轻而易举拿出来几百滴宇宙母艺 足以见得 甚至仙道物质该族也有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封天玉衰败 那么引来的敌人 是对付我的很多倍 苏延的眸子居然一缩 他在想 封天玉会仅此而灭绝吗 不错 这根本不需要质疑 竹岳唯唯汗首 话语宁众说道 就算是我们天竹一脉遭遇衰败 也会引起一群强者的贪婪 他们会呼朋唤友 和各路凶人会合 尝试攻打 第1001十二章竞技之乱 混沌废墟 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 巨头横行 同样有寿源干枯的大能 在临死之前绝对会放弃一切 舍命搏出一个未来出来 而现在封天玉状况 对他们的诱惑力太大了 肯定会有人坐不住 苏延心惊 看着竹岳问道 难道封天玉会就此除名 即便是一个衰败的生命禁区 应该很强吧 哪有那么容易 如果大哥挥动第二拳 或许真的会大帮封天玉 但是可惜只是爆发了一招 就被宇宙天法感知到了 竹岳轻轻叹息 随即郑重道 生命禁区的强大 难以揣测 即使是我天竹一脉 最少也有四五位大能 树木很可能有六七位 什么 你们群族竟然有这么多大能强者 六七位 苏延的拳头突然紧握 心中有一丝寒气 天竹一末的大能有这么多 这完全超出了苏延对各大群族 底蕴的认知 寻常的群族如若有一位大能坐镇 已经超越了顶尖群族 能和霸主势力平起平坐了 但是天竹一末的大能 最少也有五六位 树木真的让苏延瞠目结舌了 风天玉 比我族的底蕴肯定要强 竹岳吉奇肯定说道 该族霸占残缺宇宙 锤炼成独特的生命大玉 强者若是真的自封 活得岁月会极其久远 就比如我族 当年潜入戒海的强者 乃是上个宇宙纪元的大能老祖 自封道这一世 寿原本就干枯 所以才会去冒险闯一闯戒海 竹岳的话对苏延的冲击力太大了 他不得不倒西凉气 这就是底蕴 不朽的底蕴 谁能比得了 他们的群族 都有活了十几万年的老怪物 甚至封天玉的老怪物更多 活得岁月也就更加久远 该族即便是真的因为史前老大哥的狂悟 而有数位大能陨落 那么最少还有族族五位大能还在世 当然封天玉还有几位大能竹岳不清楚 也无法臆测 他完全是因为从自身群族底蕴中推测出来的 至于外界朱强 根本不了解封天玉真正底蕴 毕竟竹岳的身份和地位在天竹一脉太高了 这就是生命禁区的可强悍 太过于恐怖了 超出苏严的认知 这事情如果让一些群族知道 怕是会绝望了 历年历代角逐资源地的大赢家 底蕴完全让他们傻眼 等封天玉结束 若是还没有大哥的消息 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了 逐月的千千玉手攥井 他们脸忧愁道 宇宙天乏 不会轻易结束 即便是压不住大哥 也会让你抵运亏损 短时间难以出事 甚至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事的希望 这是这个宇宙环境的悲哀 真正的巨头 却无法站出来 因为在遭遇宇宙环境的压制 这宇宙似乎已经走到了极限 承受不住这么可怕巨头的争霸 虽然现在碍于大哥 他们不敢明面上针对你 可是你别忘记了 逐月苦笑道 大哥传给你的秘书 甚至传给我的秘书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想要的是这些东西 和竞技有关的秘书 怎能比让人疯狂 一旦史前老大哥的消息迟迟不出现 肯定会有人冒险下手 逐月的神情严肃 这些日子大势不断 他担心有人冒险 趁着史前老大哥遭遇宇宙镇压 对苏颜下手 一旦事情走到了这一步 那真的是足够让他绝望的局势 有大哥镇着他们 有人的胆子真的会那么大 粗言皱眉 说道 风天玉现在可就是下场 群族衰败 真如你所说的各路强者虎视眈眈 怕不会过多关注我吧 这可说不好 现在能小心就小心 不可大意 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 这宇宙会引来大变 环境会改写 苏颜被逐月的话给惊住了 宇宙环境若是改变 禁忌就能彻底出山 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 宇宙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甚至当年有禁忌对自己下手这件事 苏颜毕生难忘 难让史前老大哥狂冲过去斩杀的强者 苏颜想不出除了禁忌 到底还有什么强者 过多的问题我并不清楚 即使是我族的天竺大能也说不上来 竹月微微醋眉 她说道 总之未来的一段岁月会很惊人 而且未来宇宙之变局 和你们藏狱一族有些关系 竹月不得不把话说出来 她的一双秋水眸子望着苏颜 从苏颜身上她看到了巨大的潜能 她希望未来的苏颜 可以站起来 若不然等待她的将会是粉身碎骨 她不希望看着苏颜 死亡 甚至也不希望某一天 在宇宙中听到有关苏颜的噩耗 史前老大哥是可怕 但是护得住苏颜一时 绝对护不住她一世 唯有自身强才是真的强 可时间 会给苏颜吗 她为苏颜感到担心 焦虑不安 根据天竺大能的说法 这个时间会比较快 慢则百年光阴 快则很可能几十年 几十年 苏颜能够踏入绝边 王者已经是可怕的修炼速度了 几十年而已 苏颜能成长什么领域 竹岳有些时候不敢想象 苏颜看到了竹岳眼睛深处的担忧 她的心中涌出暖气 说道 她在为我担心吗 我在给你说正事 竹岳气质若先 她神圣而又端庄 雍容高贵 有一种不可亵渎的神圣气质 让人非常难忘 无论走在什么区域都在一个焦点 引人瞩目 我知道我的麻烦很大 苏颜苦笑 很大 竹岳的额头隐隐冒出黑线 她有一种爆打苏颜的冲动 说道 你的心可真够大的 你总不可能一直运气这么好 此次若非大哥足够强 你能躲不过这场灾难吗 文言 苏颜的语气有些深沉道 我也不知道我的麻烦为何那么大 从我的身份泄露开始 就遭遇了无穷无尽的追杀 我也想知道 为何他们要紧咬着我不放 苏颜的双目中透出可怕的煞气 从一开始 从在北斗星开始 祖殿 英明一族 这两大群族紧咬着苏颜不撒口 她经历了太多生死困境 苏颜也都闯出来了 当然这一次若非苏颜知道史前老大哥是逆天之辈 她也不会在大道城招摇过世 至于杨琼他们 不过想和我争个高低 苏颜谋如闪电 满头披肩的黑色长发舞动 冷声道 想要斩杀我立威 都是因为他们底气充足 背后有巅峰群族撑腰 我们藏域一族已经围在旦夕 外墙内弱 银河系随时会迎来灭顶之灾 我相信因为大哥的出现 肯定会振折的各大群族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群族流的血太多了 就比如你说的 宇宙未来之变局 和我族有关 我相信暗中有些可怕的生物 一直在窥伺我们的群族 如若不然 多大的仇恨 能够延续百万年杀伐下去 苏颜的胸膛剧烈起伏 拳头紧握 满腔木火费永不息 她觉得是禁忌 盯着藏狱一族 可是他们不能轻易出山 所以他们培养的群族 对藏狱一族 进行无休无止的追杀 似乎他们在搜寻什么秘密 想要从藏狱一族当中 得到些什么 是因为雪山天官吗 甚至自身又到底 存在什么样的隐情 苏颜的猜测 让竹岳面露金融 难道英明一族 和祖殿皆有禁忌底蕴 她很想回到家族问一问 他们这一族还有没有 这一切都预示着 混沌废墟的水太深了 了解的越多 越是感到窒息 当他们仅有千古寿元 哪怕是万古 可是有一群可怕的禁忌巨头 他们似乎拥有 无穷无尽的寿元 这怎能不让人去绝望 宇宙如同一盘棋 众神都如同棋子 若想要跳出格局 难道最终的目标是禁忌 可是时代变了 谁能 难道我族恐慌未来之变局 就是和禁忌有关 竹岳思绪飞扬 觉得迟早有一天 禁忌会重新出世 一旦这乱世来了 宇宙也不是之前的宇宙了 苏妍心神沉重 她不知道的是 因为苏妍背后靠山浮出水面 到底在宇宙中引起多大的震动 苏妍 不杀她 难道任由她眼睁睁崛起 被妖气吞万里 语气惨冷到 现在的苏妍失去了靠山 就是一条过街老鼠 给我找到她 这是绝杀她的机会 不能继续错过了 神肖教这些势力族内也大变天 他们之前和苏妍结下大仇 此人不死 他们心绪难安 以苏妍的潜能迟早就爬起来 难道未来等着她去前来找自己的群族清算 可派遣强者猎杀 他们忌惮史前老大哥 奉天玉的惨状 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清除苏妍的强大 等贤之辈不可能奈何她 可一旦该族年轻一代最强者出手 却惨死在苏妍手中 他们的群族会彻底完蛋了 将会失去一个宇宙纪元的辉煌 未来很可能举足衰败 吼 某个大狱也有怒吼之音 愤怒的声音吼碎了万山 漫天草木速速发抖 无边乱叶狂飞 刺骨的杀念荡漾 焚尸的怒火诞生 秋明站在古战车当中 仰天长思 心中尽是痛与恨 苏妍 杀你一万次都不够 找到你我要让你跪在我祖祖地中 忏悔千百事 啊 秋明满头发撕乱舞 他怒到了极致 也是被坑惨了 被坑得最惨 发誓要把苏妍错骨扬灰 这事情引发震动 迅速扩散 几乎被证实封天玉的惨重打击 现在天下人最关注的还是封天玉 反而遗忘了苏妍 封天玉原本所在的祖地 占据一万里之遥 只不过这广袤的大狱 失去了封天玉的无上振折力 甚至源头方向 当一些各族巨头赶来 心眼看到之后 腿脚都发软 因为现在的封天玉 这浓缩的残缺宇宙 有一个巨大的窟窿 难以愈合 甚至这些窟窿 不断外泄浩瀚的生命之源 这说明了什么 封天玉的根基被打得残废了 无法自封神圣净土 神能大批流失 一旦这样下去 封天玉真的会失去引以为傲的底蕴 这里将会变成一个死欲 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呜呜 甚至有凄惨的嚎啕大哭声音传来 让远方观战的强者都结结巴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封天玉当中 时而传来大哭的声音 这尼玉 损失到底有多惨重 哭泣声不断 封天玉的损失 超出外界强者的预料 朱强损失过半 逆境强度衰败一大截 现在的封天玉无法自愈 疆域不断崩裂 这是要自主毁灭呀 甚至该族的大能 死了两位 这只是被证实死亡的数目 可是在史前老大哥轰击封天玉的过程中 这封天玉当中死的大能都有好几位 隐约间 也有惨冷的杀念绽放 有巨头按捺不住 要洗劫封天玉积累百万年的神藏 第1013章交易 混沌废墟 乱天动地 封天玉之惨状惊动各大群族 竟记宇宙天乏之事也没有定论 甚至各大有气血衰败的巨头蠢蠢欲动 总之世界充满了恐慌 不是他们熟悉的天地了 乱得不可开交 有人觉得这几天还会发生重大事件 甚至有人做出大胆推测 一旦禁忌熬过宇宙天乏 甚至还会不会找封天玉去清算 总之风暴不断 而这事情的引爆点苏妍 现在极其担心史前老大哥的危险 甚至该去什么地方 让苏妍头疼不已 什么人 苏妍皱眉 有人在暗中窥伺这里 若有若无强大气息让苏妍心神绷紧 难道真的如同竹岳所说 有人现在已经忍不住要对自己下手了 为了就是禁忌之事 苏妍的话让竹岳瞬间警觉 刚才她的心乱了 对于这片天地并没有过多关注 她的乾坤眼隐隐开启 眉心当中沉浮的五色战旗 流淌下一道道五色神侠 蕴含着圣威随时可以爆发出毁灭一击 出来苏妍呵耻 一双瞳孔一瞬不瞬地盯着前方的空间 觉得当中藏着一位庞然大物 一时间她气势暴涨 人形傀儡与之交融 一缕缕浩瀚的神魔气息 挤满了这片区域 苏妍的灵觉极强 主要还是原神修行逼近神王 而且苏妍修炼的可是未来经 对于空间之变身的精髓 这暗中亏损他们的强者固然隐藏得极少 可有些波动还是被苏妍给捕捉到了 被苏妍注视的虚空 顿时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哈 小友的原神可真够强的 我才刚来就被你发现了 不愧是在大道站台之上 将寒家小宗师击毙的年轻霸主 竹月稍稍松了口气 听起声音她就知道是谁了 还真的担心有人暗中盯着苏妍 关键时刻对她下手 嗡 前方深邃的空间在轰鸣中神光大盛 如一轮大日从当中流淌而出 压迫的空间战斗 日月无光 一代璀璨的身影 如同一头黄金巨龙在觉醒 精血太旺盛了 不见丝毫衰败 甚至有璀璨的秩序之光在爆发 隐约间要勾勒出一个完整宇宙时空 粗颜心惊 一双眸子看着从空间中走出来的老者 她精神抖擞 没有任何衰败 不由自主流淌出一种莫大的威压 有一种化作无上巨头的姿态 怎么 小友不认识我了 黄金身影在笑 面色和善 甚至收敛了自身外泄的威士 对着苏妍笑咪咪开口 苏妍在心里暗骂 这老东西便连可真够可以的 一副和她是老熟人的样子 虽然说苏妍心中有不满 可这老家伙的实力还是太强了 走上前去说道 没想到是能在这里遇到原青长老 我看原青长老的实力比之前更强了 恭喜长老 哈哈哈哈 小友客气了 大能之路对我还有些遥远 还需要一段时间 逐原青大笑连连 眼中有依侣得意 信心也十足 要不然不会说出这句话 苏妍心里不爽 不过逐原青的实力相比之前更强了 甚至她不见衰老 在半步大能领域当中 真的是巅峰存在 而且逐原青距离大能 再一次迈出了一小步 苏妍真的有些心惊 这老家伙的潜能真够可以的 不过逐原青如果和夏侯比起来 她打得过夏侯爷爷吗 你来干什么 竹岳可不给竹原青好脸色看 这老东西曾经多次刁难自己 而且这些年在天竹一脉 竹原青也没少为难自己 竹原青倒也不恼 满脸的笑容 态度变了 语气亲切道 竹岳 你离开家族的时间有些涨了 家里的几位老祖对你非常挂念 希望你现在回归家族 该考虑考虑王者之路了 苏妍微微皱眉 竹原青现在对竹岳的态度大转变 会不会因为五色战旗的事情 此物毕竟是该族的大能圣兵 甚至还是最顶尖的镇族至宝 天竹一脉自然极其重视 昔日天竹大能前来讨要 结果使前老大哥将此物直接给了竹岳 天之大能也不会多说什么 甚至 五色战旗已经和竹岳的气息合为一体 这东西已经属于竹岳了 难道天竹一脉想要强行收回来 我大哥交代给我们一些事情要办 等我办完事情再回去 这事情我族天竹老族也知道 他老人家没有告诉你吗 竹岳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竹原青的身躯忍不住战斗一下 他心中有一种庆幸 幸亏当年他因为要冲刺冲刺大能之路 没有和竹银采一起前往大道城 以他的脾气和之前苏妍的关系 竹原青巴不得下手难为藏狱一族强者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 竹原青都不敢想象 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或许已经化成一团结婚了 而对于该族三位元老的陨落 天竹大能也下令了 是他们就有自取 此前老大哥当时没有针对天竹一脉 已经是他们群族走运了 如果真的来一次 怕是会封天玉还要七彩 八 什么事 竹原青压下心中的一缕后怕 沉住气说道 竹月摇头 那意思不能告诉你 竹原青黑着脸 不过天竹大能的事情 他不敢多问 随即笑道 是要紧的事情吗 竹月我族的天竹山马上就会打开一次 你可要考虑清楚利弊 天竹山 竹月的言容唯唯一变 唯有天竹一末的传承弟子 才知道天竹山到底是什么 可以说该族传承百万年的祖地之一 每一次开启天竹一脉会有年轻强者入内 尝试得到些机遇 竹月 苏妍对着他说道 如果有要紧的事情 可不要耽误了 大哥交代我的事情不着急 况且还需要大哥度玩宇宙天法才能一同完成 竹原青的眼皮狂跳 但是他一句话都不敢问 那可是禁忌的事情 总之打死竹原青也不会招惹禁忌 风天玉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竹月微微醋眉 他知道苏妍不想让他跟着 后者害怕真的遇到不可测的变局 怕牵连到自己 哈哈 苏妍小友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天竹一脉效劳的 竹原青满脸热情开口 其实 如果事情不着急 小友完全可以去我天竹一脉做客 苏妍没想到竹原青会拉下脸皮邀请自己 不过他背后有一位禁忌 竹原青这么说他也不意外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 躲一躲风头 这时间总有一些可怕的老怪物 或许可以亏损到你的踪迹 可是如果你在天竹一脉阻地带着 大能也休想推算到你的下落 竹月传音道 之前他就想让苏妍和他一起去天竹一脉 虽然说苏妍的麻烦很大 但是天竹一脉绝不会触怒一味禁忌 苏妍犹豫不定 他担心天竹一脉有些人会起坏心思 相信我 即便是遇到危险 我也可以护你周全 眼下混沌废墟变数太大 肯定还有大事件发生 而你可是根源呀 现在能不冒险就不冒险 竹月的眼眸深奢望着苏妍 他风华绝代 雍容典雅 雪白的机体流光溢彩 他也不知道在未来的一段岁月中 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说出这句话 但是现在的竹月 的确有信心在家族 帮助苏妍挡住灾难 竹月的眼神 让苏妍让无法再推辞 对着竹元清说道 既然大长老邀请 怎么会有不去的道理 走之前我要去一趟宇宙商萌 交代交代康伯神王一些要事 让他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别到时候大哥来了找不到我 交代康伯神王 竹元清满脸的惊恶 心想着这小子没病吗 他康伯神王可是道殿外门大管家 长老有所不知 竹月站出来为他解惑 康伯神王是大哥的记名弟子 等待他踏入大能境界 就能成为正式弟子 按照辈分苏妍是他师叔 竹元清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脸红脖子粗 苏妍是康伯神王的师叔 他真的很想说 你们再联合在一起斗我吗 甚至竹月环说 康伯神王踏入大能 才能成为史前老大哥的记名弟子 这让竹元清怀疑人生 那好吧 竹元清的脸色不正常 觉得邀请苏妍去家族就是一个错误决定 该族真的不想招惹大麻烦 能躲就躲 毕竟该族和藏狱一族没仇 何至于招惹是非 就这样 他们一行人去了大稻城 以竹元清的身份来到大稻拍卖行 康伯神王自然亲自招待 快来到包厢的时候 一直沉默的苏妍让竹元清别进去了 禁忌之事不可偷听 竹元清并不意外 康伯神王满脸的门逼 这小子是谁 牛逼哄哄的样子 让竹元清在门外等着 来到包厢苏妍改变了容貌 让康伯神王唬着脸 愣了半天才问道 小子 你该不会去天竹一脉吧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必须要躲起来避避风头 走 跟我去道店 我要是跑到道店避风头 我估计第二天满世界就传开了 苏妍的话让康伯神王尴尬一笑 说的也是 道店人多眼杂的 天竹一脉就不同了 碍于禁忌之威 不会有多少危险 苏妍大秀一甩 扔出来一大堆神兵利器 让康伯神王的面皮都在抽动 他被惊住了 神王兵器最起码十几件 半步大能锤炼的本命神兵也足有五件 这些东西都是苏妍从战场中搜刮到的好东西 你想要什么 康伯神王问了问 你知道的 苏妍坐下来 喝了一杯灵茶 他心神不住 大哥走了 生死不知 苏妍担心 同样 混沌废墟案涌流波 竹岳的话是正确的 的确苏妍现在的确要小心再小心 能避就避 可是放眼混沌废墟 能去什么地方 尽管竹岳说可以护住苏妍 可苏妍也要醉一些准备 苏妍也万喜的是 龙图腾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 如果说龙图腾复苏到全胜状态 那么苏妍还真不担心了 毕竟当年的祖殿祖福被龙图腾给一拳头打死了 这宗大杀气护体 苏妍才有一定底气 可现在苏妍必须需要更强的底气 李小泽真会给我添乱 看在师尊的面子上我豁出老脸了 康伯神王的脸像是黑锅底 可是他一闪身消失的无影无踪 苏妍挠了挠头 以康伯神王的身份 他相信会弄来极强的护身之物 毕竟单凭他拿出来的各类珍宝 已经是一笔天价了 怎么还不出来 门外的竹原青都等急了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竹原青焦急的都要推门进去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长老不要着急 竹月笑盈盈道 大哥走之前交给苏妍一张道图 临别时告诉他 将此图交给康伯神王 会铺展出他大能之路 竹原青听到这句话 眼睛红的都要发死 一张大道图 竟能铺展开大能之路 第1014章天竹一脉阻逼 竹月瞧见竹原青眼红的样子 他在心中偷笑几句 心想着以前刁难我这么多次 总算可以反击一次了 至于那包厢中 苏妍耐心等待 康伯神王足足离开了半天才返回 额头还有一些冷汗 让苏妍古怪道 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康伯神王大摇大摆坐下 大秀一甩 一张气息古朴的兽皮 落在桌面上 兽皮未曾展开 苏妍瞧见此物 微微一争 他将兽皮扑展开 如同在扑展一方 宏伟的宇宙时空 那无上波动挣腾 都要崩坏整的包厢 苏妍心神一阵 连忙将兽皮收起来 这是大能留下的宝物 极其贵重 苏妍猜测这兽皮 应该属于半部大能层次生灵的兽皮 大能在之上留下了可怕的印记 一旦祭出微能恐怖 大能一世杀伐 康伯神王说道 等同于大能一只手镇压过来 此物价值极强 称得上一种巅峰造极的劲宝 半部大能一碰就死 即使是大能的力道也能抵挡一二 你跑去和大能做交易了 苏妍有些惊异 要不然康伯神王怎么下得额头都冒出冷汗 要不然 我去哪里给你搞这么好的宝物去 康伯神王又拿出来三枚黄金符录 苏妍看了看后郑重收好 这三枚黄金符录 是一种可以破玉的破戒符 价值高昂 完全可以打开一个贯穿大玉的空间大裂缝 多谢了 苏妍郑重开口 谢个屁 下次有这种事情别老找我 康伯神王唬着脸 他和大能去做交易 过程也受到了惊吓 毕竟他要和大能讨价还价 引起大能不满 幸亏他康伯神王也是见惯了大场面 要不然极难从大能收走 再拿走三枚破戒符 总的来说 这一笔交易康伯神王觉得很划算 毕竟那兽皮画卷 是大能花费心血鸣刻而成的 暗藏大能的仪式杀法 足以当作群族的传承宝物延续下去 搁之 在门外等的交集无比的竹原青 最终看到房门打开 竹原青瞬间恢复了镇定样子 目光看着康伯神王 很想说 禁忌给你留下的铺展大能之路大道图 能不能借我一关 甚至之前 竹原青很明显洞察到了 包厢中的大能气息 竹月果真没有诓骗他 他的眼睛一阵发热 哈哈 原青长老 康伯神王虽然古怪竹原青的目光 可也不会多问 笑着说道 我苏师叔此行要去一样天竹一脉 可要麻烦原青长老了 不碍事 不碍事 竹原青忙道 想着怎么开口索要 不过这似乎不太好吧 师叔一路慢走 大哥说了还有大事要办 等你忙完了尽快赶回来 随即康伯神王满脸热情对着苏妍说道 一脸的不舍之意 这德性让竹原青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再怎么说也是一位神王 他在心里鄙夷 为了巴结史前老大哥 康伯神王真是下足了血本 但是竹原青对于康伯神王非常羡慕 你妈 这老东西怎么突然成了禁忌的记名弟子 难道未来一段岁月 到店要走出一位大能强者不成 一想到这里 竹原青对着苏妍一阵嘘寒问暖 老脸像是盛开的野菊花 想要和苏妍攀交情 竹月格外好奇 苏妍到底给了康伯神王什么好处 现在苏妍还是心中肉疼 让他找康伯神王帮个忙 结果这老小子狮子大开口 想要十滴宇宙母艺 苏妍也清楚 康伯神王急需这类资源补权之前修炼中的不足 这宇宙母艺现在苏妍也用不上 且家族还有整整一个大湖的宇宙母艺 失熟慢走 一路顺风 康伯神王一路送到大门口 惹得拍卖行的人诧异 康伯神王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位失熟的 他失尊可都做话有段时间了 竹原青挠着脑瓜子 让他和康伯神王一样巴结苏妍 他还真的做不到 要不要做葛梅 竹原青的心思活络起来 第一个想到竹月 但是不行 以竹月的天赋和相貌 他有更好的选择 苏妍固然身份现在不同了 背后有禁忌撑腰 可是藏玉一族 终究麻烦太大了 竹原青心事重重地带着他们前往大道城内 天竹一墨的大道石府 这当中有一个空间跨玉传送大阵 可以直接横跺来到天竹一脉地狱 一路上竹原青纠结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不过他对苏妍的态度无比热情 甚至还对苏妍说出了诸多 关于天神秘境修炼上的利弊 一位半步大能巅峰强者 毫无保留传授苏妍境界 倒是让苏妍受用不少 强者就是强者 况且竹原青还是天竹一墨的大长老 比拼修炼境界 同辈强者真的找不出多少欲知笔尖的 你对他说了什么 苏妍嫌疑了一眼竹月 瞧见后者笑而不语 苏妍也略为摇头 不过他觉得这段时间和竹月相处 他有些变了 有一种小女人般的俏皮和可爱 苏妍也放心大胆请教问题 不得不说苏妍的收获巨大 整整一天一夜 得到了不少宝贵经验 嗡 这一天清晨 空间大正稳住了 还没等苏妍看到四周的画面 竹原青大秀一甩 一艘青铜色的巨大战车横空 充满了蛮荒气象 且有九头弥漫混沌光的黑色蛟龙腾跃而出 拉扯着青铜战车 碾压得虚空隆隆而鸣 开玩笑 天竹一脉大长老 排场极大 九条天神蛟龙拉车出行 载着苏妍和竹月远离一座繁华古城 很快驶向了一片宏伟浩瀚的山川当中 这绝对是少见的名山大川 波澜壮阔 云征辖位 山川之间 时常有道英隆隆而鸣 那是 苏妍的眸子居然一缩 眼底有一丝金融 看到青铜战车驶向的目的地 那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巨月 形似一宗生命之物 喷吐浩瀚的生命潮汐 隐月之间 有珍笼 仙皇 模糊生灵 喜意的植物显露在天地之间 毫无疑问 这是天生天养的绝世宝地 巨月通灵 日益吸收日月精华长长 参见大长老 也就在这世 巨月之巅 开启一个古老的时空隧道 当中走出来两位神王强者 在隧道入口建立 青铜战车一路横行 直接冲入了时空隧道当中 来到当中的时刻 苏妍真的被惊住了 如同闯入了宇宙的核心地带 茫茫如渊海的生命气息激荡在寸寸空间当中 补育众生 这里如若神话中的神乡净土 生命气息浩瀚 人生活在当中 即便是不修行也能延年益寿 强身健体 无病无灾 还没等苏妍关注 青铜战车已经远行了 这是天竺一末的祖地 建竺在绝世格局之上 又有天竺一脉历代强者完善祖地 这地域真的就是一个小世界 竺元清担心有人发现苏妍 避免人多眼砸 青铜战车直接冲向深入 这一路上苏妍都发现一些古城 凡人和修士居住在一起 皆是天竺一末的血脉族人 当时向最深处的时刻 苏妍心中尽是金色 生命气息浓郁了十几倍不止 真的都要化成一体 喷土间肉身都霞光四射 这也太逆天了 这就是巅峰霸主群族的强盛底蕴 怪不得他们的群族可怕 青铜战车驶向一片云征霞位的净土 便是停了下来 一时间四面八荒 有十几道霞光舞动 那是十几位天竺一末的强者飞顿而来 当竺月从青铜战车中走出来的时刻 他都争了争 十几位强者 皆是天竺一脉手握全世的元老 地位极高 寻常和自己关系为妙 但是现在他们都满脸热情 竺月在想 不可能是五色战旗 应该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难道和天竺大能有关 这卫士 有人注意到了苏妍 苏妍直接站出来 对他们躬身道 晚辈苏妍 见过诸位长老 你 这片区域能量波动剧烈 十几位天竺一脉元老脸色俱变 这个灾心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苏狠人 他们心中第一个浮现的念头就是 苏狠人 这个疯子怎么跑到他们天竺一脉来了 到底需要多大的底气 苏妍是我邀请到我族来做客的 竺元轻笑容满面道 一群元老心中狂骂 你这个老东西 没事把苏妍这个灾心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不知道他的麻烦到底有多大吗 甚至封天玉的惨状让他们皮股发寒 尼玛 残破的封天玉群族中 整日都有嚎啕大哭的声音传来 该族到底死了多少强者 此事就像是刚发生的 可是最为这件事的源头苏狠人 竟然来到了天竺一脉 这真的让他们有一种与虎为谋的惶恐心态 行了 你们都散了吧 苏妍来我族做客的事情不要外转 竺元轻懒得和他们多说 吩咐一句 就冲着竺月笑道 竺月你去禁地走一趟 至于苏妍你随我来 竺月心中困惑 禁地是天竺一脉老祖的道场 寻常竺元轻都很难进去 甚至瞧见四周一个个热情的面孔 竺月心想 估计家族发生大事了 这片云海翻腾的世界 祥瑞气象十足 苏妍遥望四方 能够捕捉到 天竺一末的鼎盛和辉煌 这可是混沌废墟的霸主群族 俯视宇宙万族的巨无霸 茫茫小世界中 凝聚了极其不仁的群族威严 身为外来者 苏妍颇受压力 她随着竺元轻去了一片陵园 刚来到这里已经有每位佳妖和上等神酒送了过来 甚至同行的 还有一群女子鸟鸟娜娜娜而来 雪白肌肤披着青纱 脸上挂着甜美笑意 她们各个身段妙慢 带着霍人的体香 十分美丽诱人 小友在这里坐一坐 老夫去去就来 竺元轻直接离去了 留下了一群巧笑奄然的丽人 这一刻的苏妍像是躋身于温柔梦当中 这老东西干什么 苏妍有些招架不住 这六位美人可是姿态风盈 气质极佳 外界可是难得一遇 第100115张龙图腾异变 陵园中 花香满天 回荡着银铃般的笑声 这六位丽人 体态妙慢 踢着青纱 穿着统衣 这画面极其惑人 若是置身在当中 真的如同坠入了温柔梦里面 有女子直接端起来了酒壶 为苏妍针酒 同时偷瞄了一眼苏妍 脸颊上隐隐涌出一抹羞涩 多谢小姐 苏妍道了巨蟹 邀请她们入座 也算是看尽人生百态的苏妍 对于这些女子有了一定认知 她们处事不深 年纪轻轻 修行倒是了得 她们可都是大道径的修士 这些妙邻女子放在宇宙 任何一个心欲都能称得上了不得的奇才 公子客气了 为苏妍针酒的女子眼嘴尸笑道 原青长老说 我族来了贵客 没想到贵客那么年轻 倒是让我大吃一惊 贵客可当不起 苏妍笑了笑 我也是第一次来天竺一脉祖地 你们都是天竺一末的族人吗 苏妍和她们聊了一会 逐步弄清楚了 这些女子皆是天竺一末的明珠 身材气质极佳 地位倒也不低 但是在家族中是闲散人员 不参与家族中的任何事宜 苏妍发现时不时有女子偷看自己 苏妍心里一阵打鼓 竹原青这老东西将她们安排在这里 到底及格意思 这些女子处事不深 不参与任何家族事物 苏妍思存仪会唯有一个解释 或许她们都是外嫁的女子 唯有这一点才解释得通 要不然以她们的天资 未来迟早会成为天竺一末的中流砥柱 肯定会提前掌管一些家族事物管理 公子能被原青长老带到这里 肯定不是凡夫俗子 不知道是哪族的阴姐 有女子在追问 想要了解苏妍 文言 苏妍打趣道 你们怎么对我的身份那么感兴趣 怎么是来和我相亲的吗 扑痴 六位女子奇奇失笑 有女子以衣袖掩盖娇羞的脸颊 羞涩难当 似乎一块遮羞布被揭掉了 瞧见她们的模样 苏妍稍稍叹了口气 公子为何叹气呀 是我们做得不对吗 有女子的神态有些慌乱 天竺一脉向来族归严苛 对于家族来的贵客 他们可不敢招惹 虽然她们都处事不深 但是清楚族缘轻视家族的什么人物 天竺一脉很大 血脉族人千万之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般而言该族的传承弟子 身份已经很恐怖了 皆是执掌一方的统领人物 而他们在传承弟子面前 身份真的有些低微 那倒不是 苏妍摇头笑道 你们各个秀色可参 我为何会心生不满 只是有些感慨 未来迟早也要嫁人 不知道谁这么好福气 娶了你们 有意中人吗 公子说笑了 婚姻大事 肯定是需要家族安排的 有一位女子的神态有些暗淡 似乎有意中人了 但是心底上还是觉得 家族安排的婚姻才是正途 这算是洗脑吗 苏妍在心中叹息 需要家族安排的婚姻大事 他们算是联姻工具吗 想了想 苏妍发现自己真的想多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机遇 她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上 有何至于顾忌他人 公子既然是从外界来的 知道苏狠人吗 有女子突然发问苏狠人 苏妍有些一脸的蒙逼 在说自己吗 公子肯定知道的 我们家族都听说苏狠人的传说 有一位女子嬉嬉一笑 听说她怪可怜的 仇家众多 很多人想要杀了她 估计整天惹是生非 一看就是个短命鬼 苏妍的神态僵硬住了 你嘛 惹是生非 排短命鬼 这算是哪门子的事 这些消息 他们都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 竹岳 家族的资源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远方 有一位气息强大的老者 陪同竹岳从禁地中走出来 这老者还笑着问道 竹岳心事重重 他去了一趟禁区 对于家族老祖对他的安排 极其的错愕 根本没想到家族会做出这种决定 甚至这还是一位大能亲口告诉他的 这老者瞧见竹岳沉默 他失笑道 你现在可是族运传承人了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家族 记得你的修行境界踏入天神境巅峰 也有些日子了 该考虑积累王者抵运了 什么是族命弟子 就是未来可以决定族运走向的弟子 也就是天竹一脉不惜代价都要培养的强者 可天竹一脉已经有了族命弟子 就是天竹一脉极少露面的年轻至尊 竹岳根本没想到他会成为族运传承人 一下子来的那么突然 这身份和地位 可以说是整个天竹一脉的年轻强者 打破头都想要得到的身份象征 因为一旦得到 就代表着未来将要成为天竹一脉的实权强者 甚至成为天竹一脉的领军强者 总之这身份的含金量太惊人 以天竹一脉的底蕴 如果真的任由他挥霍 神王真的是一个时间问题 看来是因为天竹老祖了 竹岳在心里暗语 他猜测有史前老大哥的影响 可是竹岳猜错了 当时天竹大能看到大能陨落 金元凡普给竹岳的过程 直接认定未来的竹岳 非同小可 毕竟他得到了禁忌的指点 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而且他成为族运传承人这件事 如果没有天竹大能的点头 怕是谁也做不了主 毕竟家族已经有了一位 除非哪位陨落或者修行发生意外 才会重新立下第二位 那不是苏颜吗 突然之间 他身边的老者望着林元中的场景 笑道 这家伙现在倒是很自在呀 没把自己当外人 现在的年轻人真够潇洒的 文言 竹岳微微醋眉 顺着老者的目光遥望过去 就看到林元当中 苏颜在和一群美人谈笑 这画面让竹岳的牵牵玉手 唯唯紧握 心中涌出一种烦躁 很想把苏颜抓过来胖揍一顿 这家伙难道不知道自己来天竹一脉是干什么的 略带寒光的眼神 让苏颜瞬间警觉 他看过去 就注意到了竹岳在林元不远处 正在永永悠悠的眼神瞅着自己 让苏颜有些胆寒 呀 突然之间 苏颜身边一位丽人没站稳 直接摔在了苏颜怀中 一群丽人惊呼 因为在他们的眼睛中 这是有人开始主动投怀送抱了 苏颜黑着脸 竹岳可就在旁边看着 现在真是有理说不清了 当苏颜再一次抬头 便是发现竹岳已经扭过头离去了 苏颜一阵头大 多么美丽的误会 哈哈 小友 这位气息强大的老者皮笑肉不笑走来 说道 天竹山将开 小友要不要过去看一看 自然要去 苏颜的眸子横了一眼这老头 马的刚才要不是他用暗镜推了一把 那女子 怎会发生这么美丽的误会 虽然说老者做得非常隐秘 但是苏颜已经修成了乾坤眼 他洞察的一清二楚 怕是这位神王强者还不知道 刚才的小动作已经被苏颜给看透了 甚至已经走远的竹岳也看得一清二楚 竹原青想要干什么他已经明白了 只是没想到这老东西真够不要脸的 那好吧 我们走吧 竹阳云一脸的纳闷 每人主动入怀 他还能坐得住 这六位天竹一末的明珠 可是被家族女元老精心调教好的 不会过于拒绝苏颜过分的要求 竹原青的想法竹阳云很清楚 先把苏颜拉拢住 最好能一直留在天竹一脉 结下一段缘分自然更好 当然绝不能是竹岳 这也是故意做给竹岳看的 可苏颜似乎对这些丽人不太感兴趣 竹阳云有些苦恼 随即带着苏颜离开陵园 他们穿越一片山岳 来到了朦胧混沌期的地狱 由于这里是天竹一末的核心之地 因此修饰棘手 至于前方的混沌地带 若有若无的苏颜捕捉到了一种极其宏伟的生命气象 天竹山 天竹一末的境地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苏颜格外好奇 他们的速度在加快 在混沌中穿越 很快 苏颜看到了走在前方的角色丽人 竹岳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也不等等我 苏颜厚着脸皮传音 还有刚才就是一个误会 那老家伙故意的 只不过走在前方的角色丽人 步履清零 一步步 在混沌中漫步 如一位凌波仙子 如梦如幻 面对后方不断传音的苏颜 竹岳的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个优美的弧度 她红唇鲜艳 敷若凝知 一双美丽的眼眸绽放促侠笑意 她故意的 谁让苏颜在这个关头 跑到林园中和整整六位族妹说笑 这不是丢她的脸吗 虽然她已经洞悉了事实经过 可竹岳现在还是不想理会苏颜 甚至心中对于族命弟子之事 念念难忘 很快 竹岳的身影消失在混沌地带 当苏颜也跨出混沌地带的时刻 苏颜心头俱震 因为手臂上一直沉疾的龙图腾 突然之间赤胜起来 如同沉疾万古的真龙 有复苏的征兆 难道这里是绝世宝帝 苏颜的心脏俱颤 龙图腾既然有了复苏征兆 这足以说明 这地方对于龙图腾有至关重要的助力 难道龙图腾可以借机复苏 当眼前的混沌散去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气息古老苍凉的荒芜世界 这里寸草不生 死即沉沉 没有任何生命气象 看起来像是一片已经死亡漫长岁月的天地 静悄悄的荒芜环境 散发出来浓郁的岁月波动 这里和外界的环境不同 如同回归了史前 苏颜亚然 这是绝世宝帝 看起来真的是死亡之地 以苏颜的奇门秘书 都看不出这片世界有什么特殊之地 这就是天竺一末的传承祖地 但是龙图腾若隐若现的赤圣 让苏颜觉得此地非同小可 第1016章生命起源 荒芜世界 一望无际 在这寸草不生的死亡天地 有一种古老的蛮荒气息在蔓延 这时空和天地存在的时间真的难以估量 乃是天竺一脉足足传承了百万年的祖地 祖地 称得上群足的起源之地 天竺一末的祖地已经足够可怕 但是这个小天地 难道是曾经天竺一末的群足崛起之地 苏颜有些疑惑 目光巡视四周 发现这片区域云集了不少年轻一代强者 所有的修士都精血滚滚 气息强盛 全部都是神灵领域的修士 甚至天神静的年轻强者也不少于三四十位 让苏颜惊叹巅峰群足的底蕴 他们皆是天竺一末的年轻族人 肯定还有一些没有露面的年轻强者 这些年轻人未来都有成就神王的潜能 皆是天竺一末的核心弟子 甚至传承弟子 而竺越这位族命弟子的到来 引起全场族人的目光 前几日家族传出来一个重磅消息 让族内的年轻人都感到难以置信 为何竺越突然之间成为了族命弟子 整个群族的年轻强者都不服气 没人觉得竺越有资格 这可是他们做梦都想要得到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竺越 许多族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竺越的真容 一些女子的眼底浮现出嫉妒 恨恨到 据说他高傲得很 秋明战神多次来家族要和他见一面 可是都被拒绝了 真的假的 那可是秋明战神 绝顶王者 一些女子惊呼连连 对于秋明他们了解的一清二楚 这是年轻一代绝顶王者 不知道多少女子未知倾倒 听说过一些小道消息 据说竺越在外多年 和苏妍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低沉的声音在这里浮现 让众多天竺一脉族人暗暗则舌 以前他们不知道苏妍是谁 可是现在一清二楚 对于苏狠人的名号那是如雷贯耳 前几天让宇宙轰动的大事 皆是和苏狠人有关 甚至这事件还未曾平息 天竺一脉高层都时刻关注 风天玉的惨状历历在目 哎呦 我说竺越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家族的族命弟子 身份高贵的见了面也不打招呼了吗 有嘲讽的声音炸开了 惊动了全场议论的族人 苏妍皱眉目光巡视过去 看到一群气质尊贵的年轻强者 皆是天竺一末的传承弟子 领头的倒是一位熟人 竺永家 竺永家毕竟是竺元清的后代 是天竺一末的传承弟子 对于家族的绝对异常震怒 肯定是因为苏妍 肯定是禁忌 才让竺越有了现在的身份 这让竺永家愤愤不平 言语激烈道 人家的身份的确高贵得很 哼 族命弟子 就是不知道这实力和身份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竺永家 上次的苦头还没吃够 竺越的眼底泛出一丝冷光 他的性格一向刚烈 直接讽刺 你竺永家勃然大怒 指着竺越怒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族年轻至尊相提并论 事项点就给我退出族命弟子身份 别给我族丢人现眼 怎么 这身份给你 还能给我族长威风 竺越始终如一 他轻力若先 曾经也是执掌一大交的教主人物 何至于因为一个竺永家乱了心境 混账 竺永家暴怒 额头都有青筋暴起 脸色铁青道 竺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来的 环游你和苏妍的身份不清不白 你不知道我族有三大元老死在了苏狠人手中 竺永家 你给我住嘴 这话语让竺阳云脸色怒变 这可是时关禁忌的大事 天竺大能都放下话此事到此为止 毕竟三位元老队禁忌出手 史前老大哥没有登门造访 已经算是宽大了 而天竺大能也传下来 全族谁还敢议论 竺银采的下场都忘了吗 这才几天 可恶 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 竺永家的脸色阴沉 怒声道 总之我不服 竺岳凭什么得到这身份 家族对这事情考虑不周 我族大统身份怎能落在一个女人手中 我不服 不错 我也要抗议 还有这女人曾经被我族赶出家门 她半路出家 未来成就有限 全场尽是指责声 让苏妍勃然大怒 对于竺岳年轻时代的遭遇 她从紫霞仙子口中了解不少 可现在被他们的族人血淋淋揭开了 至于竺岳她在沉默 曾经的遭遇 让她不想再回想 家族不公 竺永家身边的十几位年轻强者都气势暴涨 他们皆是天神境界的强者 不认为入了竺岳 觉得这事情家族没有经过任何考虑 就决定了竺岳的身份 太有失功允了 你们堂堂一个大族 现在族内年轻弟子联合起来欺压一位女子 我真是长了见识 自己没本事去争身份 嘴上倒是能说 冷漠的声音袭来 彻想在全场当中 这句话 让竺永家他们惊怒交加 目光纷纷落在苏妍身上 对于此人他们并不认识 竺永家怒迟道 你是什么人 我族重地也是你这个外人可以进来的 竺阳云你怎么把他带进来的 苏妍冷声道 竺元清哪里去了 让他过来好好给他解释清楚 李大胆 竟敢直呼我族大长老明慧 竺永家的背后疼得一下子爆射出一个身影 猛扑而来 整体气息爆发 振折力十足 对着苏妍抱好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给我马上赔礼道歉 这些人可都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现如今苏妍的言论 让他们受不了 有人直接下手了 如同在针对竹月一般 挥动大手狠狠拍挤苏妍的胸膛 竹阳云想要阻止都来不及 因为苏妍的动作太快了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一次出现的时刻 天穷阴沉 恐怖气息肆意 不仁的天象诞生 飞暗中刹那间席间而出一道 接着一道闪电 几风奏语般地冲向了对苏妍出手的年轻强者 电闪雷鸣的画面 许多人都没有看清楚 便是看到猛扑向苏妍的身影 在站立中横飞出去 她在喷血 甚至胸腾都被打得焦黑一片 整个人惨不忍睹 啊 此人摔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疼得都爬不起来 那雷光震散了体内强大的生命之源 差点击穿了她的命门 这让她惶恐 刚才她差点死亡 竹岳亚然 苏妍何时修炼的雷电神通 这 许多人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人不速之客到底是谁 当着天竺一脉这么多年轻强者的面直接下手 重创了一位该族的传承弟子 这战力未年也太强了 你好胆 竹勇家他们气炸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天竺一末的境地 竟有人在这里出手暴打本族弟子 这也太狂妄了吧 怎么 你们还要来 苏妍毅立在前方 衣衫烈烈作响 一双冷眸盯着他们喝道 这只是一个教训 如果谁再敢对我动手 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以狂妄 竹勇家他们气得浑身直哆嗦 一众年轻强者欲要联手避开的时刻 一声威严十足的声音在此地浮现 干什么 天竺山境地 你们也敢动武 都给我站回去 有人连忙说道 是大长老 大长老此人目中无人 还在我族境地动手 我看 混账东西 竹勇卿已然跨越到这片荒芜世界 冷喝道 当着老夫的面也敢撒谎 你好大的胆子 开口说话的人吓得连都绿了 什么情况 竹勇卿怎么帮一个外人 爷爷竹勇家也气不过 想要叫区 谁知道竹勇卿狠狠瞪了他一眼 斥则道 越来越没规矩了 这就是寻常我教导你们的代客知道吗 他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们也敢给我乱来 一群人瞬间哑巴了 心中惊疑不定 这人是谁 为何会让大长老帮着说话 哈哈 勇卿长老 同代切磋而已 大长老可别动气 苏妍对着他唯唯一笑 是我教导无方 让小友见笑了 竹勇卿现在可把苏妍当作神一样攻着 他还指望史前老大哥也给他铺展铺展大能之路 况且单凭苏妍背后的靠山 天竹一脉自然会尽量交好 大长老这么说 让我有些无地自容了 苏妍失笑道 刚才出手没有控制住 放心大长老 这位朋友的伤势我会负责医治好 保证他活蹦乱跳 竹勇卿大笑道 小事而已 不足挂齿 此地乃我天竹山种地 也是我族的传承祖地 你留在这里静观 说不定可以碰到一些机遇 竹勇家真的气坏了 没想到会竹勇卿会因为苏妍训斥自己 还得到机遇 真把他当回事了 大长老 这可是天竹山 竹洋云没忍住 无妨 竹勇卿含笑道 小有天资过人 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机缘 一些人满脸怪异 竹勇卿抽什么疯 让一位外人观摩天竹山 甚至让他尝试接触机遇 不过有人也觉得没什么 天竹山是天竹一末的传承祖地 外界族人的不到任何传承和机遇 大长老也只不过嘴上说一说罢了 同时他们诧异苏妍的身份 大长老这般结交 难道此人来自于某位禁区 和邱明的身份有的一拼 单凭他刚才轻易击败该族传承弟子就可以看出 此人战力非同小可 此刻的竹勇卿庄严肃穆 如同在朝圣 一步接着一步 向着寸草不生的疆域镜头走去 每走一段路都躬身坐一 表示对祖地的尊敬 场中九成九的年轻强者 还是首次来到这里 都瞪大眼睛观摩 苏妍有些惊异 因为随着竹勇卿走得越远 这荒芜世界越发的不平静 他的乾坤眼不由自主睁开 恍然间苏妍捕捉到了一种宏伟的生枝器 这一刻的苏妍沉醉在当中不可自拔 因为他如同看到了生命起源的演化过程 死亡之地迎来了复苏 化作了神圣净土 蒸腾不朽之光 特别是苏妍的肉身 显得很奇异和特殊 如同化作一片奇异符号 要进行新层次的重组 要在死集中觉醒 在破败中重组 第10017章体质威压 生命起源 探讨这类话题 怕是将一群大能活化时召集在一起 让他们说得一万年 也说不出花来 大能虽然可以开辟一方宇宙 但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生命 虽然说万物有灵 可创造出有血有肉的生命 自古谁能做到 但是现在 苏妍在天竹一墨的祖地 洞察到了一种气息 这是一种生命的气息 让死亡复活 让时空转变 到法深奥的难以去想象 苏妍沉醉在当中 难以自拔了 甚至她的人体自主发光 固然说苏妍没有太强的体现 主要还是因为是羊体术状态中 但是她突然间觉得 这种气息和羊体术有些类似 羊体术 吸收名山大川之精 宇宙星河之天精 南瓜世间根源之气 滋养己身 因为这种浩瀚的生命气息 苏妍的羊体术都自主运转起来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苏妍的羊体术没有得到增强 似乎有无形当中发生了值的改变 隐约之间 苏妍的气质变了 脱繁脱俗 飘渺不定 现在所有人都注视着竹原青 没人再关注苏妍 竹原青异常恭敬行走 一步接着一步 不断恭身作一 表示对祖地的崇高敬意 每一次迈出一步 死亡之地就迎来了复苏 接连999步的时刻 死亡之地彻底变了 化作神圣净土 缭绕瑞霞 绽放鲜辉 有一种不朽的波动在蔓延 这里如同不朽的净土诞生 全场轰动 许多年轻人都择舌 这就是他们的祖地 由死而生 恢复了生灵 神圣到极致 苏妍的身形也有些模糊 似乎和神圣国度合为一体 喷勃朝霞 释放生命气象 她的肉身渲染着一层神圣之光 如同通灵了 发光发热 呃 在她身边的竹阳云真的被吓住了 什么情况 她真的担心 苏妍从天竹一末的祖地得到些什么 这里完全是他们群族的私有财产 甚至藏着天大的机遇 竹阳云不希望苏妍得到任何机遇 咳咳 她直接发出一阵阵剧烈的咳嗽 这声音蕴含着一种道音 震得苏妍双眼发黑 眼前不断演化的生命起源 渐渐溃散的一干二净 瞧见苏妍浑身锐采散去 竹阳云松了口气 暗赞自己聪明 不过她发现苏妍未曾怒视自己 让竹阳云心中古怪苏妍该不会真的得到什么了 苏妍再一次心境如水 无气不恼 怒了又有何用 但是她的状态奇妙 体内喷勃锐霞 散发着奇异之光 如同组合成一套奇异的天地密码 一时间 苏妍肉身猛颤 有恐怖且能得到释放 嗯 竹阳猛的回眸 望着苏妍 她的心月体不受控制震动 如同遭遇了万古诸天的压概 她动容而又惊喜 苏妍这是收获了什么 她的体质在变 与天地乾坤交融 又如同和宇宙维度合为一体 有一种气息若隐若现 固然极难爆发出来 但是这种威势 让竹阳的心月体遭遇了压迫 难道苏妍是一种尘封的至尊体 将要解封 竹阳心中惊异 是因为天竹山的开启 让苏妍捕捉到什么 从而收获了机遇 让体质得到了完善 自古 固然至尊体代代都会走出 但是谁都知道 最纯正的至尊体积难问世 但是也有后天将至尊体完善 但是这很难 真的需要莫大的机遇 竹阳猜测苏妍现在得到了这类机遇 当然这种体质威压 也唯有竹阳捕捉到了 这类威压完全和体质有关 苏妍的确有收获 但是怎么得到了什么说不上来 刚才的一变有养体术的功效 也有苏妍三物的奥妙原因 她有些迷茫 也有些恼火 刚才如果不是竹阳云这老东西打算自己 说不定真的可以捕捉清楚 现在她能预感到 自身身躯当中有一种恐怖的威势 得到了滋养 但是还不够 羊体术 真的可以恢复我体质的缺陷 苏妍的双拳帷幄 想要将竹阳云拉出来 狠狠地暴打一顿 但是她不说 也不恼 让竹阳云摸不透 自己难道看错了 苏妍什么都得不到 要不然以苏狠人的性格 怕是会目视自己 真够安详的 苏妍的眸子继续关注 这片荒芜之地 已经彻底变成了神圣净土 浩荡着生命潮汐 补育众生 许多天竹一末的年薪强者 都疯狂吸收地狱中弥漫的生命潮汐 这能量对他们的修行有助力 可以洗涤筋骨 清理肉身杂质 是难得的能量物质 龙图腾你可别乱来 苏妍的心跳加速 因为龙图腾复苏的温度越来越高了 她真的担心龙图腾腾飞出去 轰 一声响声炸开 很洪亮 但是传入耳中相当平静 似乎不曾出现在这个时空 苏妍看到了 在神圣净土的镜头 有一道接着一道时空裂缝浮现 深邃的惊人 那是一种生物在出山 过程中酿成了时空崩坏的画面 接下来的画面 让苏妍有些惊愕 她看到了时空大裂缝当中 有一株植物在显化 植物巨大 通体暗黄 矗立在时空大裂缝当中 它太高了 极难望到尽头 气息也极其特殊 有一种死亡和生命并存的气息在蔓延 一根竹子 苏妍挠着头 恶然 她看到了一根巨大的竹子 天竹一脉 难道祖上是一根竹子 苏妍的精神有些恍惚 传出去谁会相信呀 可这的确是一根巨大的竹子 唯厄通天 巨大如山 但是这竹子似乎死亡 通体暗黄 失去了翠绿 可苏妍在之上 看到了一片片竹叶 有些翠绿 有些枯黄 这一片片叶子仿若已然死亡 但是这些竹叶有些恐怖了 每一片竹叶 都缭绕着混沌光 轻轻摇动 都能割裂漫天星海 且每一片叶子之上 都承载着一片模糊的星海 当中有日月星斗在隆隆转动 散发着不朽之光 画面具备震撼性 枯黄的竹子 月末还有上百片叶子绽放神光 承载着一片片星海 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息 一株巨大的竹子 似乎已经走向死亡 可这里是天竹一末的祖地 是生命发源地吗 甚至天竹家族 难道祖上是一根竹子 苏妍有些迷茫了 有些颠覆他的思维 但是这巨大的竹子极其的恐怖 如同他真的复活 难以想象他到底有多强 他们在干什么 随即他亚然 发现一位接着一位天竹一末的年轻族人 在朝着巨型竹子走去 一个个都庄严肃穆 真的在朝圣 保持绝对的恭敬之心 第一个来到巨型竹子面前的年轻修士 福贵在地上 尽量让头触碰在枯黄色竹子上面 前程膜拜 接连叩首三次 这年轻修士尽等了一会 就满脸失望而归 竹原青他们并不意外 吩咐下一个弟子直接过去 所有前往巨型竹子面前的修士 都要怀着虔诚之心 认真叩拜 许多人都满怀期待 想要得到些什么 但是最终的结果只能去叹息了 看来这竹子当中有机遇 苏妍明白了 天竹山 一根枯黄道快衰老的巨型竹子 是他们的祖地 也是机遇地带 但是想要得到希望太渺茫了 竹原青很清楚 漫长岁月过去 整整百万年了 历代能够得到竹子认可的修士 每一个宇宙纪元 都屈指可数 少得可怜 即使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得到 竹原青都不例外 唉 越来越多的人叹息 来的人马多数都触碰了 可惜一无所获 竹勇家向前的时刻 竹原青也是满怀期待 可惜只能失望 他也没能成功 难道这一次一个都没有 在此地的一些元老都长叹一口气 竹勇家他们的心情好受不少 既然兜得不到 都不用徒生烦恼了 呵呵 话不能这么说 我族刚策封的族命弟子 天赋自然是观觉古今 肯定可以得到 有人的声音传来 不是在表扬 而是一种计讽 一些人用嘲笑的眼神看着竹月 等着他出丑 他们的不道没关系 但是族命弟子的不道 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了 历代天竹一末的族命弟子 必须得到天竹山的认可才行 面对这种鄙夷的目光 竹月始终如一 他空灵出尘 一席银袍将他衬托得高贵而又美丽 雪白细腻的肌肤绽放月华和星辉 他的眼眸望着巨型竹子 心中有强大的自省心蔓延 因为他觉得史前老大哥太恐怖了 似乎知道他们群足有一根巨型竹子 竹月啊竹月 你马上就是我族古史上 族命弟子身份承认时间最短暂的名人了 竹永家在心里冷笑 同时眼睛横了一眼苏颜 心想着等天竹山事情结束 再去好好收拾收拾他 竹月到你了 月末一个时辰 天竹一脉前来测验的弟子 现在仅剩下竹月一人了 四周汇聚到竹月身上的目光 竟是嘲笑 看着他出丑 沦为一个家族的笑柄 等竹月检测完毕 小游你也过去看一看 那可是我族最强的底蕴 竹缘轻笑着开口 这声音让一群元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虽然不合规矩 但是竹元轻放话了 他们也不好多说 大长老 这事情 竹阳云连忙说道 想到了苏颜之前的状态 想要详细说明情况 苏颜的心神绷紧 老东西你可千万别再给我坏事了 他真的想和巨型竹子接触接触 说不定可以得到些什么 嗯 竹元轻非常够意思地瞪了一眼竹阳云 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威严十足 心想着他怎么回事 老夫已经放话了 难道还要收回去自己打脸 而且苏颜一个外人 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第一千零一十八章一败气鬼神 竹阳云被这竹元轻瞪的 也不敢乱说了 心中有些苦恼 但是也觉得 苏颜又不是天竹一墨的弟子 何至于担心 甚至四周也传来一阵冷笑声 他们本族的奇才都极难得到 更何况一个外族的修士 有什么资格得到天竹山机遇 怕是连神秘竹子都极难接近 竹月应该有收获 苏颜一直注视着竹月 她猜测着巨型竹子上面的道果 必须需要足够强的实力 甚至也需要足够强的天赋 而且还有一点还真的需要运道了 竹月一步步朝着巨型竹子走去 此刻的她气质神圣 如一位月宫仙子 恶魔多姿 乌黑秀发随风飘动 这位一位飘舞的女子 心力若先 那种气质和风采 当许多相貌出色的女子都自残行贿 而该族许多男子都盯着竹月 心中荡漾着炽热 家族有不少打竹月注意的女子 她们虽然是同族人 但是血统差别巨大 通婚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竹月的追求者众多 但是她的身份在家族有些尴尬 地位很高 可惜没人支持 而且还时常被打压 毕竟一味新月体成长起来 未来肯定了不得 家族大权也会被分走一部分 现如今的竹月已经是族命弟子了 这种身份真的是让他们嫉妒而又发狂 觉得竹月凭什么得到这些 如果说竹月的不到巨型竹子的认可 那么这事情就大了 历年历代 该族的族命弟子 必须需要得到巨型竹子的认可 才能去册封身份 可如果竹月的不到 竹勇家他们借机发难 说不定真的可以让竹月失去这层身份 毕竟家族大事之下 天竹大能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当时他之所以点头让竹月得到这身份 是确定未来的竹月非同小可 得到巨型竹子的认可 对他来说并不难 当走到巨型竹子近前 竹月也恭敬福贵下来 根据家族的记载 这竹子在群族已经存活了百万年了 即使是外族强者遇到了 也值得一败 当竹月晶莹的额头 触碰到了色泽枯黄的竹子之上 竹勇家他们以为已经结束了 欲要冷嘲热讽的时刻 神态一个接着一个巨变 即使是竹元清的脸色都变了 他真的没想到竹月会引起巨型竹子有异动 嗡 这一株通天的竹子 通体枯黄 色泽暗淡 但是因为竹月的触碰 竹子在发光 他竟然绽放一道道碧绿神霞 充满了浓厚的生枝气 一条接着一条 贯穿到竹月的郊区当中 怎么可能 竹勇家他们的脸色巨变 难看无比 为何会这样 为何竹子会出现异动 甚至探测竹月 这里汇聚的数百位天竹一脉年轻弟子 哪一个不自诩天赋出众 可现在像是被雷电轰击了一样 彻底傻掉了 竹月竟然得到了巨型竹子探测 他们连探测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葛真的心情难受的要命 之前他们还出言讽刺 可现在都哑巴了 即使是他竹月的不到机遇 他们还有什么颜面在说竹月没资格得到足命 弟子身份呀 翁 在竹子的探查之下 竹月的气息也隐约之间变了 他的气势直线暴涨 隐约之间 一位俯视天下的女神王 矗立在天地之间 威压众生 全场轰动 许多天竹一脉元老都失色 这是什么情况 竹月踏入天神境界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 竹月已经开始积累神王抵运了 而且已经完成了一大截 他现在距离神王非常接近了 好一个竹月 我可真是小看他了 也太能沉得住气了 这是让我们难看吗 竹元清都震惊了 这修炼速度太吓人 怕是用不了几年 竹月就能踏入神王境界 天竹一脉将要诞生一位绝顶王者了吗 之前比移竹月的一些传承弟子脸色难看 他们小看了竹月 放眼整的天竹一脉 已经找不出多少未与之相提并论的年轻强者了 当竹月气势外泄 甚至使前老大哥传给他的秘书绽放 一种生死交融 一种日月轮转 一种乾坤颠倒的混沌新海域要呈现出一脚的时刻 巨型竹子猛烈摇动 所有的元老都实话了 亲眼看到 一根根竹条摇曳不断 上百根竹条同时间摇曳 仿佛上百众新海在爆发 光辉恐怖 整个巨型竹子 开始挣腾着不朽之光 天佑我族 有元老语气激动的大吼起来 他确确实实看到 一片璀璨滔天的竹月从天而降 如若浓缩的新海滚落下来 落在了竹月的额头之上 且化作一道璀璨的竹月印记 与之交融 一些元老惊喜若狂 因为根据古籍的记载 只要可以得到竹月 成就最低是绝颠神王 最强者是巅峰大能 甚至若无意外 竹月应该可以踏入大能领域 这对天竹一脉来说 是可以举足庆贺的大喜事 然而有些人的脸色阴沉 竹月得到了竹月 那么让另一外得到竹月的 本族年轻至尊怎么办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被竹月 分割走一半的资源去培养竹月 他们心中惊怒交加 事情超出他们的掌控 竹月得到足命弟子的身份不可怕 可怕的他得到了竹月 至于竹勇家他们的脸色彻底垮了 怎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 竹月心绪激荡 他很清楚 史前老大哥传给他的秘书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不仅仅只是得到了巨型竹子印记 还得到了其他的神秘传承 他站了起来 雪白的额骨之上 有一道晶莹而又灿烂的竹月 很多人还沉寂在震撼当中 不知道该多说些什么 有人清楚 家族即将迎来巨变 竹月的崛起 或许会由老祖站出来扶持他 还不快去 竹月对着苏延传音 一旦消息传开 老祖关注这里 那么苏延怕试得不到机会了 这可是竹元清威压各路元老 为苏延争取的来的 大长老 我也过去一关 苏延的话竹元清心不在焉点头 包括所有的人 都心不在焉 根本没有心情再去关注苏延了 负责守护境地的一群元老 围绕着竹月 心情格外激动 他们不属于家族任何一个派系 是真的希望群族可以崛起 可以持续辉煌下去 过了好几会 竹元清才省下气走过去说道 竹月 跟我去禁地 见一见老祖 将好消息告知他们 也让他们高兴高兴 好 他应该很快就能出来 竹月点头 眼眸望着苏延 竹元清还是心不在焉点头 当毛泽略为扫了一眼苏延 就彻底实话了 当他像是雕塑 缓缓扭过头 再一次关注苏延 下巴差点磕在地上 他觉得自己应该闯祸了 苏延走得飞快 已经出现在巨型竹子面前 当靠近巨型竹子 苏延发自内心的震撼 他能感觉到这竹子的可怕 像是一株大道仙竹 充满了无穷磅薄的生命潮气 冉冉释放 但是这种能量体很特殊 属于一种无形的物质 形成一个巨大的浴场 波及了不知道多少时空 大道仙竹 明寿源漫长 始祖般的存在 虽然小得不是天竹一墨的族人 可也想行晚辈之礼 祝宁万寿无疆 苏延的神态恭敬 此等生命体 甚至还是一个植物生命 苏延的心中尽是尽异 如果说他曾经真的辉煌过 那实在是可怕 万物有灵 但是一株竹子却修炼到这种层次 让天下株强情可以堪 足够让苏延恭敬叩拜 只不过当苏延的一只膝盖隐隐落地 这巨型竹子隐约之间摇动起来 这也导致整个神圣净土 开始地动山摇 所有的修士都吓坏了 什么情况 这里可是他们的祖地 保存完善 为何会地动山摇 竹元青看得一清二楚 是巨型竹子在摇动 难道是因为外族人的到来 从而激怒了大道仙珠的灵性 大事不好 竹元青头皮发麻 欲要用力量将苏延拉扯出来 可是巨型竹子 谁能干扰他呀 竹元青的能量完全是凝牛入海 一丝浪花都翻不出来 你快出来啊 别磕了 快出来 竹元青急得差点跳脚 一旦天竹山发生异变 家族的大能都不能轻饶了他 这可是天竹一脉引以为傲的底蕴 苏延不知道竹子为何战斗 但是他的膝盖已经落地了 当第二个膝盖也要落地 这巨型竹子战斗得更为猛烈了 宛若受到了惊吓 在摇动过程当中 一片片大到叶子速速摇动起来 而且整个神圣净土 都有一种在摇动当中 即将崩塌的趋势 苏延大惊失色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自己拜一拜 难道还能把大到先猪被拜死了 似乎大到先猪 根本承受不住苏延这一拜 而且在大到先猪隐晦能量影响下 苏延的肉身发光 蒸腾模糊的酒色鲜灰 背后如若承载出贯穿千百事的混沌汪洋 第1019章苏延的机遇 好奇怪的能量波动 应该是天竺山方向 广袤的天竺一脉祖地 气象辉红 有绝世大交的无上威严时刻蔓延 滋养的人人气质尊贵 在他们祖地的最深处 皆是混沌区域 散发着苍古气息 存在的岁月极其漫长 此地混沌之气永不衰败 甚至时常有混沌天津激荡而出 这下面可是埋葬着混沌龙脉 属于天竺一脉引以为傲的禁地道场 大能够居住在当中 现如今这混沌当中 有一双接着一双璀璨的瞳孔睁开了 缭绕着混沌光辉 牟子中有深邃到极致的混沌漩涡在运转 要撕裂人的灵魂 他们皆是天竺一末的老祖 气势强大 在混沌中觉醒了 患发生机 已经洞察到了天竺山发生意外 这天竺山在他们心目中格外贵重 可是在该族的古籍当中 都没有出现天竺山发生意变这种事情 由老祖直接睁开天幕遥望 脸色接连惊变 在他的观望当中 瞳孔中闪现出激动和难以置信的光泽 这一株巨大的枯黄色竹子 他们都极其熟悉 年轻时代都曾经叩拜过 天竺怎么了 在这混沌中有十几位老祖转醒之后吃惊 当中有大能也有半部大能 这些强者当中 也仅有三位得到过枯黄色竹子的认可 得到了竹叶 甚至当中包括现在的天竺老祖同样也得到了竹叶 但凡得到竹叶的老祖 对于该族的天竺都极其重视 言称这是天竺一脉最强的造化地 可惜他们也不了解这竹子到底是什么 到底对他们的群族意外着什么 怕是整个群族当中 唯有天竺大能才了解一二吧 可是现在呈现在他们眼睛中的画面 让他们难以置信 一位老祖激动道 我的亲娘 一片接着一片竹叶落下来 这到底是多么可怕的机遇 我族难道要诞生无敌天下的霸王 要比肩始祖般的存在吗 混沌中神光大圣 轰隆隆作响 他们都激动坏了 觉得该族诞生了一位绝世妖孽 绝对是一位不逊色天竺大能 甚至都要超越天竺大能的巨无霸 他们激动而又狂热 可是也由老祖感到狐疑 因为有些不符合常理 历年历代 该族诞生的再强的奇才 也仅仅只能得到一片叶子 可现在一片片叶子落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根据他们的了解 近年来群族 除了新月体 也没有诞生过天赋过于出众的弟子 啊啊 至于天竺山中 竺原青封了一眼大吼 眼睛红的都要抱碎 什么情况 里马 一片片叶子落下来 被苏妍得了去 竺原青都要疯了 苏妍可是他带过来的 甚至亲自点头让他过去一堵 该族天竺山风采的 可现在是怎么了 为何竹子会落下来这么多叶子交给苏妍 每一个叶子 对于他们的群族来说 都是无界质保 绝对不外卖的质保 可是现在 片片灿烂竹叶 不要命地往下落 似乎在阻挡苏妍跪下去 那一片片叶子 皆是如同浓缩的心海那么恐怖 滚落下来 落入苏妍的天灵盖当中 我真的是 竹月也急得眼睛泛红 苏妍你到底在干什么 李知不知道这天竺山是什么地方 虽然说他希望苏妍得到一些造化 可是苏妍的表现太过头了 整整九片叶子落下来了 其实苏妍也一脸的蒙逼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他根本不想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甚至即使是得到造化 拿走一片叶就可以了 虽然说苏妍心里也乐开了花 可心中也尽是忧愁 你妈 这不是坑我吗 天竺一脉能就此罢手 眼睁睁看着苏妍将九片叶子带走 甚至在此之前 龙图腾已经开始掠夺了 没错 龙图腾的目标 是巨型竹子体内浩瀚的生命精华 他存在的岁月太漫长了 谁知道到底储藏了多么旺盛的生命精华 对于植物生灵 苏妍不懂 但是按理说 植物的年纪越高 储藏的神力就越发的强盛 苏妍真的担心 龙图腾吸收过多 如同将大道仙竹给搞死了 枯萎了 到时候即使是史前老大哥前来要人 怕是天竺一脉也不会轻易将自己交出来 至于这九片叶子 苏妍有些迷茫的是 苏妍并没有洞察到任何对自己有用的能量 九片叶子仿佛从触碰苏妍就消失了 让苏妍瞠目结舌 这算什么事情 他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总不能什么都得不到吧 当下一刻 苏妍发现大道仙竹 在摇晃中 还要继续再落下来一片叶子 我的神 你别落了 苏妍疼得一下子爬起来 很想掉头就跑 他真的怕了 担心巨型竹子的叶子都落下来 变成一个光感 但是骚然之间 他发现自己站起来 这大道仙竹便是停止了晃动 恢复了宁静 竹叶也不再继续掉落 苏妍诧异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跪拜 细思极恐 苏妍震惊的同时 外界真的炸锅了 竹元清他们惶恐不安 一个外族人得到了九片叶子 后果是不是有些严重 你给我出来 快点 你赶紧出来 竹元清的咆哮声在苏妍耳边乍响 什么竞技铺展大能之路 什么竞技老大哥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能活下来才是王道 必须让苏妍将叶子通通上交 要不然该族的老祖指不定活剥了自己 至于竹勇家的眼睛泛红 他娘的九片叶子 苏妍不可能拿走任何一片 那么岂不是自己 可以从中得到一片甚至两片叶子 想到这里竹勇家蠢蠢欲动 成功率巨大 毕竟天竹一脉不可能让苏妍带走叶子 苏妍苦笑 他根本不想出去 打死他都不想出去 他真的担心出去之后 被天竹一脉关押到小黑屋中审问自己 到时候岂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使前老大哥可不在这里 而且苏妍现在不可能离开这里 因为龙图腾还在继续吞吸 他瞧见巨型竹子依旧宏伟 生命气息依旧棒薄的样子 顿时放心了 这竹子储藏的能量太多了 被龙图腾窃取一些似乎也没什么 总之龙图腾一旦复苏 苏妍也就多了一门杀手锏 那九片叶子到底是什么 苏妍细细感应 人体当中被他以神念扫描很多次 也没有发现九片叶子跑到了什么区域 苏妍皱眉 难道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 或许因为其他的特殊原因 难道是因为天地战旗 苏妍在心里凝囊着 他是天地战旗的掌控者 而起源于古天庭的旗帜 也算得上苏妍的身份象征 或许这大道仙竹活的岁月太古老了 受不起天地战旗掌控者一败 故此才落下叶子 不过这一切都是苏妍在胡思乱想 不了解真相 面临他的问题有些麻烦了 任凭竹元清他们如何呼唤 苏妍就是不出来 甚至苏妍做事 欲要再一次跪拜下去 果真这巨型竹则再一次摇动 苏妍的拳头也竖地紧握 没有完全跪拜下去 而是传递出大道意念 就说担心天竹一脉为难自己 不让他带走九片叶子 这大道仙竹仿佛听懂了苏妍的话 一时间他神光大盛 这一刻他显得格外璀璨 如同在沐浴中天星海之神光 释放出万道霞光 隐约之间在阐述 生命起源的大道 他到底是因为听懂苏妍的话 还是要呈现一种道果交给苏妍 这一点苏妍想不通 总之这大道仙主演化的道果极其惊人 闪现在苏妍眼睛中 使得他肉身发光 肉壳中有万物初始的奥义浮现 和竹子演化的生命起源道果极其贴近 他看到了死亡幻发生机 看到了万物茁壮成长 这是一种生的能量 极难阐述 却能赋予万物神韵 快过去看看 此刻 那混沌中的一位位老强者 洞察到了 天竺山神圣道极致 瑞霞绽放 封印都难以压制神圣气象 内部简直化作世间最为圣洁的果度 一位接着一位 在混沌中沉眠的老强者兴高采烈 急匆匆赶往天竺山 想要第一时间知道是谁 甚至有强者打着收徒的注意前来 如此精彩绝艳的奇才 一定要将其收入门下 就这样 十几位老祖闯了进来 他们的气势很可怖 因为激动而有些气势外泄 让竹勇家他们站立 一个接着一个都软到在地上 嘴唇都在哆嗦 这可是十几位老祖同时间来到这里 寻常老祖难得一见 可现在直接跑出来十几位 让他们都大气不敢喘 老祖逐元清头大如豆 连忙走过去要行大礼 虽然有些老祖没有他实力强大 但是这批老祖的寿源都高得吓人 动辄都有两三万年 元清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位老祖心情大好 笑咪咪道 老祖 出大事了 竹勇青都要哭了 老祖该不会以为是本族弟子吧 故此才一个笑咪咪的 没有直接问罪 哈哈 我自然知道发生大事了 到底是谁 快说出来 让我们高兴高兴 一群老祖大笑 身影在混沌中若隐若现 如一群混沌真神 笑声悦耳 一个个年轻了许多岁 不是老祖 有一个坏事 竹杨云的心脏有些受不了了 过去要老实交代问题 希望老祖可以想办法去补救 我知道你 你叫竹杨云 有一位女性老祖笑道 杨云呀 你挺会挑时机的 在我们高兴头上说出坏消息 哈哈 不过今日我心情大好 不管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我都可以赦免你 哈哈 多大的是现在非要现在说出来 我看不值一提 你别给我扫兴 快说好消息 诸位老祖兴高采烈 让竹杨云都要哭了 我若是说出来 你们能够赦免罪过吗 同时一群老祖望着苏妍 发现她越发的不凡了 气息神圣到极致 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神韵 赋予了万物出使傲益无上的威能 促使着苏妍的大道神力 恐怖一大解 她仿若浓缩的宇宙 泪动大道天鹰 又如一位道教鼻祖 神威滔天 而苏妍又沐浴神圣之光 化作一块天地其实 吞吐生命之源之灵 夺天地造化 使得羊体树焕发浩瀚生机 如同真的难关了万古岁月之宇宙精华 总之苏妍在变 这是苏妍的机遇 万物出使 变化了生之力 赋予了万物之灵 使得苏妍如同在现阶段 再一次进行觉醒 神威滔天 第一千零二十章风天玉之变 一群从禁地中走出来的老祖 皆是红光满脸 兴奋无比 很多年了 他们没有那么高兴过了 目光纷纷盯着在巨型竹子旁边 盘坐的身影 光他体内蒸腾的大道 大道之光 已经让诸位老祖心惊了 首先他们可以看出 这位族人的修行境界不是太高 但是苏妍体内弥漫而出的大道之光 充满了如渊四海的大道神韵 这就显得惊人了 这说明苏妍对大道的掌握 巅峰造极 那千丝万缕的大道之光 都充实着浩瀚的大道威压 这种对道的掌握程度 让这些老祖都心花怒放 此子修行不高 但是对道合法的掌握太惊人 单凭他的大道神力 足以在同代称霸 由老祖对苏妍的评价极高 其实他们只是看到的表面 至于苏妍的内在相当宏伟 万物出使气象释放 却赋予了他们生命 充满了恐怖神韵 苏妍的内在 就是浓缩的混沌之海扎根在当中 当一种模糊的生命起源 能量点燃的时刻 混沌之海彻底狂暴了 刹那间宏大了一大劫 厚重滔天 毫无疑问 混沌母气的潜能 被苏妍再一次挖掘 苏妍如一位混沌之神盘坐 她自封的肉身也发光 养体树状态当中 吸收巨型竹子的生命起源之根源 她的肉身赋予了灵 血肉都在自主呼吸 发光 根本不需要苏妍自主运转 她的肉身如通灵之躯 内咏神经 苏妍心绪激荡 她的养体树再一次得到了完善 甚至苏妍都觉得养体树 现阶段的修行 即将走向了圆满 虽然她预感还缺少什么 但是已现阶段养体树的强度 应该可以的尝试突破到天神领域了吗 这就是机遇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苏妍本以为修行走到了极致 可是她断然没想到 天竺山一行 会让苏妍收获这么大 最主要的是 苏妍的内道再一次得到完善 万道南瓜与混沌海眼当中 充满了惊天神威 荡漾着汹涌波澜 她的大道力量狂飙一大截 这太重要了 未来苏妍升华 顿入大道领域 并然会爆发到一个极强领域 甚至她的战力也得到了升华 哈哈哈哈 好好 为了这是谁的后代 一群老祖笑了半天 有老祖不满道 竹原青 我都问了半天了 你怎么一个屁都不放 快说 他们用审视的目光看着竹原青 发现竹原青的脸色不对劲 甚至额头有冷汗直冒 这让这些老祖顿时感觉不对劲 什么情况 竹原青大能有望 这老小子怎么下诚这福德性 禀告老祖 竹勇家一下子跑过来 恭敬道 此子不是我族弟子 你说啥 一群老祖觉得耳朵聋了 听错了 一个个瞪大眼珠子 看着竹勇家 在一群老祖隐约开始凝重的眼睛中 竹勇家下的瘫痪在地上 产生道 老祖 此子不过是我爷爷带过来一观天竹山的 谁知道他跑了过去 这不可能 一群老祖脸色巨变 外族的弟子 怎么可能得到巨型竹子的认可 甚至落下九片叶子 片鬼呢 可是当看到竹原青苍白的脸色 惶恐的神情 这些老祖气得都要炸了 整体气血怒发 像是一群老师则在狂怒 根本压制不住心头的火气 原本他们兴高采烈 以为该族诞生了绝世妖孽 可现在什么情况 尼玛一个外族人 得到了整整九片大道叶子 骗鬼呢 什么有老祖都在想 难道这人是该族 遗留在外的族人 现在才回归的群族 竹原青的脸色殷勤不定 要不要说是苏妍自己跑过去的 这样他也能推卸责任 但是一想到他的靠山 竹原青差点哭了 传音告知苏妍的身份 这让这群老祖都要起风 天竹大能都放话 对于苏狠人之事 不再深究了 可是竹原青倒好 将苏狠人请到了天竹一脉 甚至还丧心病狂地让他来到了天竹山 来就来了吧 可苏妍怎能得到九片竹叶 太不符合常理了 这分明是该族的底蕴呀 为何会被一个外人得到 你给我出来 十几个老祖气势多变 不管怎么说先让苏妍出来 先把九片叶子拿回来再说 苏妍哪敢现在出来 龙图腾的吸收还在持续 他发觉巨型竹子有些亏损了 这说明龙图腾吸收的太多了 苏妍期待龙图腾恢复之后 会不会再一次增强 瞧见苏妍迟迟不出来 一群老祖气的鼻子都歪了 有老祖想要强闯 却发现巨型竹子存在很可怕的压迫 禁止他们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老祖连忙呼唤该族大能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混沌地带 天竹一末的两位大能神态惊变 有外族人得到了巨型竹子的认可 且得到了整整九片叶子 只不过当那异常宏伟的气息 触碰到了天竹山时刻 两众大能气息如同潮水一样溃散的一干二净 什么情况 竹勇家还满怀期待等着竹叶 但是他发现自己想多了 大能退走了 甚至让一群老祖先行返回 这些老祖心颤无比 大能不追究 难道是因为苏延背后的靠山 况且他们也不敢追究 顶天能让苏延交出九片叶子 毕竟是竹园亲带着苏延过来的 有些古怪 快去通知天竹大能 这两位大能在混沌中皱眉 他们与要强闯将苏延带回来查问清楚 但是巨型竹子在阻止他们 他们可不敢强攻 甚至大到先竹形成的防御姿态 这是在庇护苏延吗 不过两位大能传音了半天 也不见天竹大能回应 说明天竹大能进入深层次闭关当中 若是强行唤醒 他们担心打断了天竹大能的修炼 但是这事情让大能都傻眼 怎么办 总不能镇压了苏延 可是他背后的竞技战出来 这可如何是好 一个个也愁眉苦脸的 要知道当年天竹大能都去了 但是返回之后留下了话 此事到此为止 嗡 忽然之间 一道金色神光暴冲到混沌当中 其中一位大能探出手掌捕捉到了金色神盲 当中有一张纸张 要出大事了 当大能阅读完当中的内容 脸色变换不定 随即低喝道 有人联手在针对封天狱 快 随我去封天狱走一趟 立刻出发 事情真的到了这一步 混沌中各种恐怖气息翻腾 天竹一末的一群老祖坐不住了 纷纷出关 赶往封天狱 老祖啊 在混沌地带外面准备请罪的竹原青惶恐不安 原本以为一群老祖出来问罪 谁知道急匆匆要离开 这让竹原青哭丧着脸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办 自己惹的祸 自己给我摆平 我等现在有大事要办 这群老祖走得极其匆忙 直接打开了跨域传送阵 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封天域 竹原青愣住了 什么大事 比起天竹山之变还要重大 而且混沌地带走出来一群老祖 大能都站出来了整整两位 他们要去干什么 难道要去打仗 难道竹原青也想到什么了 从大道成风暴结束到现在 也不过几天而已 整个混沌废墟都沸沸扬扬 血腥大事件不断传递出去 引起天下哗然 特别是封天域损失惨重 半壁江山倒塌 甚至封天域大域随时都会不复存在 这件事引动超强风暴 苏狠人下落不明 史前老大哥在遭遇宇宙天罚镇压 而封天域的惨状 最终开始引发了无边风暴 一位接着一位气息沉眠的巨头爬起来 召集老友 欲要搏出一个未来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各种失踪万古的凶人在线人世间 疯了吗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恐怖的大事件引发了滔天哗然 这一天 举世皆经 有上百道恐怖洪流 跨越江域 贯穿大域 狂冲封天域 大消息 有一群恐怖头子暗中联手 联手杀向了封天域 要学习生命禁区 将封天域打下来 一则消息传来 让众神战利 有人趁火打劫 欲要掀翻了封天域 毕竟这生命禁区 充满了太多的诱惑力 他们想要趁着封天域衰败 强行下手 巅峰群族的强者都坐不住 一旦封天域倒塌 他们也想横插一脚 分一份羹 竹越的推测是正确的 可未免也太快了 远在天竹一末的苏颜都发毛了 他还停留在巨型竹子附近 探出神念听到了天竹一末的议论声 经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天竹一脉走了一群大人物 难道也要对封天域下场 应该是的 一旦封天域倒塌 积累漫长岁月的神藏 谁能坐得住 足够让大能疯狂的树木 可封天域真的会倒塌 如果说 他们有禁忌底蕴呢 苏颜的脸色殷勤不定 他并没有高兴 也没有觉得痛快 反而苏颜捕捉到了危机 一旦封天域守住了 问题就严重了 我要离开天竹一脉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如果封天域真的被攻下来 我可以借机进入残缺宇宙搜捕轮回果踪迹 甚至踏入天神境界 苏颜当机立断 他起身对着巨型竹子攻身 他的收获太大了 他满怀感激离去 时早有一天他也会前来弄清楚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为何他受不起自己一败 我可以帮助自己一败 因为他的收获太大了